我們是一堂座談課 那我們請來了四個 台灣的開源社群 那我們來分享一下開源社群的經營 那 我有一件事情要做 但你的電腦可以借我嗎 好 待會幫我開個網頁就好 好 那在下午的課程裡面 有 我們會先聽各個社群的分享 那他會 講一下他們社群的經營之道 那 後面我們會有個座談 前面擺了四張椅子 就是大家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在上面問他們 那在哪裡問呢 就要 給我一個網站 好 我要sli.do 好 Enter 好我在slido裡面 有開了一個聊天室 那他的密碼是3702 這邊 那如果你已經進來到裡面的話 這上面就是你可以 你想到什麼問題 你想直接問講者 那你就可以打上去 別人也可以針對那個問題說 我好想聽喔 那越多 他可以去按讚 那他的那個 越多人按的 他會跳在最上面 那我可能就會從這個順序開始往下 然後來幫忙問一下講者 這樣 稍微講解完這個 就是slido的用法 有人不清楚的嗎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就正式先介紹 第一個社群 那我介紹社群的方式 是我會給三個keyword 這是我對於這個社群的了解 那從第一個的話 是請Kale幫我們介紹 是Kale Native Taiwan User Group 還有他們的SDNDS 就是我知道現場有初心者 那個SDNDS 我稍微簡單講一下 他是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或是Software Defined Storage 那就是用軟體來Defined一些 Network或Storage的地方 那我給Kale Native 社群的關鍵字是雲端 那OpenState Kubernetes 這些雲端真正夯 但他們也是個聯軍 他們不只Kale Native 他們其實像SDN社群 在CodeCup他們連Go Language Go不是說是那個走Go 我之前在那個G20V Summit Go是一個寫iOS的language 那他是一個程式語言 那另外呢 他們有定期句 他們不只是在Facebook上面 在Telegram上面討論 他們也有一個習慣是有樂聚會 那其他的東西 就請Kale來跟我們介紹 好 那我就感謝這個 幫他們分享 那我很感謝今天就是 學府邀請我過來這邊分享 Kale Native的一些經營的經驗 那我們這個社群 其實事實上建立才兩年吧 不到兩年的樣子 17年的時候建立的 那建立之初只是 我們幾個朋友 在去參加高雄的一場聚會 那他算是我們三個人被邀請過去 那去分享這個一個各自的技術這樣子 然後發現說那個高雄那一場 就我們的講耳术就快要 跟那個參與的人差不多了 對 所以我們就想說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狀況呢 那其實我跟幾個聊天之後 那覺得說大家對於這個 有一個Kale Native的知識 或是這個概念 比較沒有這個 這個觀念 所以我們三個人 跟四個人 就一起創立這個社群 那其實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我進來這個社群 因為我只是坐在那邊 然後就被加進去了 對 然後就開始這個 規劃我們一些 一些這個活動 對那 我還記得我們第一次 辦的活動是在 在17年的這個 好像是耶誕葉吧 然後那個在台大那邊辦150個人 所以150個 這個跟我們一樣的 就是可能沒有一半的人 全部都在參加這個聚會 至少大家在那邊取暖 對那 我們社群的話 其實現在 慢慢在茁壯 從過去幾十人幾百人 到現在兩千人 那就定期有位的 一些meeting 對那我這邊剛才沒有介紹我一下 其實我這個簡報只有兩頁 因為我還來不及做 對 對那就 我是凱人 凱歐那就是 過去 現在是在這個 Ewenstack當 那個 研發替代役 對那自己在 Cormenage 或是Openstack 有很多經驗 所以我們在 我在社群上比較多 在分享這一塊 對那 我這邊直接開這個 我們的Facebook好了 那其實事實上 我們最初是 在使用Facebook 去做我們這個社群的 推廣這樣子 那慢慢的去擴展到 Github 這個 Telegram 甚至是 這個 那 我們剛 我們其實 社群算是蠻有野心的 就是 剛 創立之初第二年 我們的想法就是想說 跟台灣比較大型的這些 開源的這個活動 做 合作這樣子 所以 那剛好看到這個 Cost Club 它其實有這個 Community Room 它有一個社群的異層軌 所以 可以去 這個推廣 就是你可以自己 社群去丟 聯合其他社群 去 辦一個異層軌 那異層軌 你可以在一天去分享 這個 Cloud 或是SDN相關的技術 其實我們的幸運也是兩年都有參雲 那也是在這個 人氣上也是在前三名這樣子 所以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事實上 如果你對雲端 對這個 這個 這個地層 infrastructure 的部分 有興趣的 可以到我們 Community社群 對 而我們怎麼經營呢 事實上 我們的 做法是四個人 一開始是四個人 四個朋友 會互相 互相幫忙 互相決策 那 角色比較這樣子 是 比如說我們四個人 會經過認識的朋友 到其他社群 去分享自己的技術 去推廣 我們社群 那 先到其他社群去分享的時候 你就會賣人情嘛 對不對 那 再把其他社群的人 找回來 找我們社群去分享 那 再透過這樣的做法 去認識一些 可能社群的前輩 或是一些大神 那 跟他們交流這樣子 對 我覺得經營社群有一點就是 雖然自己不一定要很強 但是一定要出來 嘗試去分享自己的見解 不要躲在 比如說你當社群經營者 你不要躲在後面說 我就是做經營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的效果可能 不會這麼好 因為 大家想要知道是 你這個人 大家會看到你 所以看到你就會看到社群 或是看到社群 就會看到你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一點 一定要出來自己講 那去分享 對 那像我自己其實是 一開始 早期也不是很喜歡 去玩社群分享 但是 認識這些朋友之後 那開始分享的時候 就還蠻常跑 跑社群 去當講者這樣子 對 那 而我們其實在 在 討論事情的時候 事實上 我們會有一個群組 那會有 那會有 雖然現在 喔這個頭像 這個頭像是一個 瑞黑的朋友 他也是我們社群的一員 那他最早是 SDN的這個創始人 那 他 其實我們 之前有很多群組 都會有這個頭像 對 然後 就 其實 我們社群比較活潑 是這個社群 而 就Telegram這邊的話 我們會有 很多這種 奇怪怪的圖片 就是 就是 會有一些像這種 這種 就是 都亂批啊 然後像這個 一些很可怕的 對啊 像這個 外圖片 那當然有一些 比較可愛的啦 那 雖然說 我們 主要是經營社群 那我們在 演出的時候 其實都會很快的去 分配工作 那 早期我們是四個人 現在是擴長到 13個主要的 co-organizer 那我們 像我們現在舉辦活動的話 都會有 比如說 像我們最近有 moc.com的話 我們就會互相 cue對方說 看誰可以幫忙 然後去接洽 那誰要去 攤位那邊 協助 這樣子 那 當有 當有新的 這個 我們就是定期會找一些 新的Member 那如果有新的Member的話 我們就會 發起一個 New Member Proposal 那 會由大家去投票 就是說 先看他簡介 那 是不是這個人 他符合 那他是不是在社群上 有出現過 那我們會經過這樣子的驗證 然後給多方去投票這樣子 所以 這個社群就不屬於 我們 我認為說 不屬於某一個人的 他是屬於 大家 大家去共同的 這個 就是 經營這樣子 就 今天 因為大家社群東西是 個人意願要不要出來跑 對不對 那不是說 每個時候都有 都時間 對不對 他有可能說你在忙的時候 那我可以有其他人 繼續延續下去 或是 你今天 到了其他地方工作 那他可能不能在台灣的時候 要有人去延續下去 所以我們每年都會有一個交替的這個 機制 就是說 比如說明年我們就會有 換下一個人 下一群的這個 新進來的朋友 那由他們去 主導整個社群的發展 像 為什麼我這樣講 是因為像我們早期 五個人好了 四五個 那現在已經有三個 兩個去日本 工作 那一個去 一個已經在美國了 那有一個是十一位要去日本 那一個是一位要去日本 然後一個是一位要去日本 所以 所以就變成我 我跟另外一個朋友 那另外一個朋友 他又是 屬於這種 做 他很常跑專案 所以 他會比較累一點 所以整個社群 就變成我一個人在 在處理 那 這其實蠻累的啦 因為 你又要 用一堆活動 然後你又去擺攤 那有時候你在忙的時候 有沒辦法 所以我們就拉了 應該說不是拉了一些人 是騙了一些人 進來說 我們這邊很好 然後我就把事情都丟給他 沒有啦 其實我們是一起幫忙 那 而除了這個Telegram以外 是一個討論的來源以外 像我們自己會 怎麼有一個人賣歌 怎麼有一個人賣歌 怎麼消息這麼快啊 我等一下再回他 那另外就是最近我們社群也會有一個機制 就是互相多處別人 我們其實社群有一個特點是 認識的人都會 他們就是會去 比如說有些活動啊 然後大家會手揪一起參加 大家一起累 像我們最近參加這個IT幫鐵人賽這個 就大家一起就是 每天要發一篇文章要發三十天 那就是會組一個團隊 那就會開始去 就是每天都會去分享這個 公民術相關 像我們這個團隊叫做 公民術帝王這個團隊 那他就是我們這邊的團隊 全部都在發跟這個 公民術相關的 那會有四個人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這個也是很白目 就是像這個圖片就是 大木博士吧 對然後這個是那個 大眼蛇加那個 加一個朋友這樣子 對那就是 我覺得這社群的好處是在於說 彼此之間不只是在社群經營以外 那在技術的成長也會互相督促 那這是我們社群的一個特點 那我們是用這樣的經營之道 就是彼此去互相督促對方這樣子 對那 另外剛才提到這個Costcard的話 像我們都會有這個議程 那這邊就會有一個合作的議程 那這是一整天的這個活動 像今年其實我們有二三十個投稿吧 但是頂多只能放十二個議程而已 所以有在討論說明年是不是要 算是同一個社群但是拆分不同的議程軌去投稿這樣子 投兩個啦 那看可不可以去爭取說兩天或是兩個軌這樣子 因為去年跟今年的這個投稿人數太多了 因為像Cubinets啊 雲端之相關在這幾年其實是比較盛行 那大家就比較多一些想法 那不管是你是developer啊 或是你是administrator啊 其實都會用到Cubinets 那Costcard也是一個我們的途徑啊 那當然有像modecar啊 或是modecom這些 我們也會去盡可能去參加 那除了FB以外 那當然還會有meeting out 那為什麼要meeting out 是因為 Clonative其實是有一個組織提出的 叫CNCF 叫Clonative Compute Foundation 那CNCF他們組織有一個 這個program是可以 你可以去申請說社群的這個 認證社群這樣子 那他就會在他的頁面有看到 那認證社群的話 就是必須要有活動 那要用meeting out 所以我們才會有些meeting out 那早期我們是有另外一個 已經有認證了 但是那個是 某一間公司他在管 就是被綁在那個公司上面 那我們經營的社群 有一個最大的重點在於說 社群絕對不是哪一間公司的 所以你在sponsor也好 或是你來贊助我們 我們不會說這個社群就是你的 或是你是主辦單位這樣子 我們會還是一樣是 出來社群就是以個人的名義去做 那就會有一些 就是不會站在中立角度 就是我就是不會跟企業的東西 而綁在一塊 那你來到我社群分享的時候 你可以推管你的技術 怎麼去實作 但你不能說你的東西是最佳的 那這是我們社群的一個重點這樣子 對那這樣下禮拜我們就會有一個meeting out 那meeting out其實是我們定期的一個聚位 那一個月的可能會有一次或兩次的這個meeting out 那大多情況下是在一次是在平日的晚上 那一次是在假日的這個禮拜六的時間 那它的情況下是這樣子是 平日可能會是跟公司或跟一些其他社群合作 那它可能會是兩個講者 那假日可能就是三到四個講者 那比較注重於交流的部分 就是你來meeting out的時候 大家聊天認識一下交流一下技術 那這個是我們的重點 就是說分享技術可能是一個沒有錯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來這邊是跟社群的人互相交流認識 那你知道自己的技術在哪邊 其實我自己也是因為沒有跑社群 過去沒有跑社群 所以你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能耐在哪邊 或是你自己的程度在哪邊 那到社群上你就會 到社群上你就會發現這麼多人 你就會督促自己成長 對那像下次就會有一個 這個講這些community相關的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來參加 那也可以到meeting out 只要找這個Carnifmeeting out就可以了 Carnifu Compute台灣就會找到meeting out 對那最後就是 這裡的話我們在管理上 其實最近我們都是用這個Tradle在管理 因為我們每年都會有一些 Event跟Tasker 那會有一些活動的 這個推廣活動或是活動的事情 那就會有這個Tradle去管理每一個要做的事情 那比如說像Wash啊或是這個WebSign啊這些 或是一些活動都會有一些訂出來的 那看誰要來幫忙協助 然後去找講者啊或是去協助 或是自己當講者 對那像這個就會有一些活動 就會有人就是有活動的結構 他就會急在那邊行爭 然後就會開始討論誰來講 事實上我也是不知道為什麼我今天會來這裡啊 因為我一開始不知道這件事情 是那個一個朋友 那他剛好問我 然後就叫我 因為他今天他現在在韓國 一個在美國 就是小飛機 對那叫黃秉均 他是一個Redhead的這個Prisale 那他原本今天太想要來分享 因為他很久沒講 那但是因為他現在在韓國這樣子 對那我們都是一些活動這樣子的Event 對那就是我們這個社群的一些經營方式 對那大概是這樣子啊 對 好我們謝謝Kell給他一個掌聲 然後我覺得他讓接下來的講者有壓力了 說兩頁投影片 但是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就是真的是一些 Open Source社群他們經營的方式 那每個社群都有自己的特色 那接下來 真不好意思我早上可能沒睡醒 希望我現在是醒一點 我可以好好介紹那個Jason 接下來是 台中的自由軟體愛好者社群 那是Jason 人稱Jason哥 他就是 在台中喔 在地的社群 所以我給他的三個tag會是 在地性多元 跟他一樣是定期聚的方式 在地性是其實台中社群啊 他有時候覺得有點可憐 因為他就是在正中間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 不然你來台北參加 你來新竹參加 不然你去高雄台南參加 他就在這麼一個中間尷尬的地方 那Jason就在這個時候 他開始慢慢的經營這個社群 那 單打獨鬥也蠻辛苦的 那另外他多元性就是 他接收的議題是很廣的 可能跟自由軟體有關 那也有可能跟資訊安全有關 然後甚至是帶到了一些 呃開源的政 開源社群如何參加政策討論 這類型的議題包山包海都有 但是他希望就是 就是在台中可以有一個定期 然後有社群可以來討論的一個空間 那剩下的就交給他來講 手上有了 好 我們社群就是這樣子 看起來很長對不對 台中自由軟體愛好者社群 英文更長 所以英文我也記不起來 到底是多長 所以我們就把它簡化 我們把它簡化 各取一個字嘛 TFC 所以我們就記上個字就好 TFC很好記的原因是 因為大家都會講到肯德基 所以就不容易忘記了 好 為什麼當初會創這個社群呢 其實很簡單 我當初好想參加開源社群 可是我在台中 好 台中 接下來點點點 什麼就沒有了 然後就沒有了 我那時候想參加的時候 台中很久以前 曾經有一些社群 有自由的社群 有開源的社群 但是我想參加的時候 死的死 傷的傷 就是那個社團的 有的解散了 有的人去台北工作了 有的人可能不想搞 有的人結婚 有小孩之後沒有時間了 那就沒有辦法 那想要參加呢 就只剩下台北 可是每次來台北 真的太傷本了 所以就找自己來了 既然找不到社群加入 乾脆就自己創一個社群吧 然後就開始找來弄一弄 那我們第一次辦活動呢 那個時候是在Facebook上 就是辦一個聚會 以前這個社群呢 不叫TFC 以前更早以前是叫這個名字 後來是因為太難記了 所以把它改成叫TFC 比較好記 然後那我們第一次 重新辦這個活動呢 總共有25個人參加 那我們第一次辦完之後 就覺得其實台中 還是有這樣的能量 我們就慢慢把一些人聚起來 然後所以開始呢 我們就活動就越半越多 所以隨著活動越半越多呢 人也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的場地也一直慢慢的更換 好 我們場地用過很多啊 這其中四個啊 我們最早辦活動 我們會叫這個Hackspace 它是一個熱心人士提供的 無常的 那後來呢 我們依據不同的時空背景 依據不同的活動內容 我們都用過不一樣的場地 我們用過 我們借過支社會的場地 那我們也借過 台中科技大學的場地 那我們 我現在最常辦的是 在這個地方 叫做Monospace 它是一個共同的工作空間 有一點類似 就是像這個地方的味道 那我們過去辦過的活動 類型剛剛有提到很多 那舉辦的內容的形式有很多 像這個就是 大家就是很輕鬆 你看大家都打赤腳 在這裡很輕鬆的就聊天 這個規模是忍不多的時候 那這個是在支社會 我們是用workshop的形式 所以你會看到每個人 都會很認真地看著電腦 看著講師 那有這種呢 這是在見某間公司的會議室 我們用邊吃的方式 在那邊聊社群的議題 那右下角呢 也是另外一家公司 在某一次活動 無償贊助他們的會議室 讓我們辦一個workshop 所以其實蠻多公司都願意支持 那左上角呢 這個就是在Monospace 右下角這個也是 這個Monospace這一次呢 你會看到電腦 這也是workshop的形式 我們的主題 有workshop 有研討會 也有很簡單的talk 那這個呢 就是在討論開源議題 跟政策有關的議題 也是我們辦的 那左上角呢 這個是研討會的形式 所以下面的人沒有桌子可以用 他們就是單純聽講著分享 那右下角呢 是我們辦的活動非常多元 我們有辦過跟開源有關的 有這個城市設計的 有這個機房建置的 有系統架構的 有資訊安全的 也有跟開源音樂有關的 這個就是跟音樂有關的 有一個人呢 他自己打造了一款開源的筆電 那他就辦這個分享 所以他也有帶一些音樂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也辦過跟開源3D動畫有關的 他有來講3D動畫製作 3D的 開源的電影製作 動畫製作等等 那我們還講過什麼 只要是跟開源軟體能夠扯上關係的 基本上我們的社群都會歡迎他來講 那我們的希望是 每個月至少辦一場 在台中 在台中真的是這種活動才太少了 一個月一場呢 就希望大家能夠把這些人氣聚起來 因為如果呢 一段時間沒有辦來之後 這個人氣一散呢 要再聚起來就很困難 那總不能每次都要來台北辦 對 像台北我今天是早上的議程嘛 所以我早上很早就起來了 有點痛苦 還好啦 其實我習慣早起 也就是說不見得每個人都能那麼早起 那我們的活動呢 我們是以KKTX為平台 所以我們的活動 都用這個平台來做報名 但是我們最常PO活動的地方 其實是在Facebook上面 我們每一次的活動呢 都會PO在社團裡面 所以呢 如果加入社團的話 就可以常常看到活動 那如果是不方便上Facebook的地方呢 就只好來參考這個KKTX 不過呢 如果你是在不方便上Facebook的地方 你恐怕也很難來台中參加我們的活動 因為距離跟交通的問題 也會讓你逼來台北更困擾 那我們的獎者就 各種類型真的都有啊 像前一個議程的這個Kai 他也去我們議程講過很多次 像他這種是屬於明星級的獎師 那個一區那個爆滿 大概一個禮拜之內就 就沒票可以搶了 那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台中的社群 是希望是一個在地化的社群 所以我們一開始是希望 盡量能夠找到台中的人來分享 就是把台中的人拉出來分享 台中的人也一起參加 這樣形成一個很好的一個循環 但是我發現呢 到目前為止呢 其實也蠻多是從台北下來分享的講師 但是這樣對他們是不好意思啊 因為我們的社群呢是 我們社群的有一個特色是不收費 所以呢也沒有給獎師費用 所以他們都說是太北來 我是非常不好意思 那都是有錢贊助 那當然如果你有機會去台中呢 也歡迎來參加我們的社群 那如果你有東西想分享呢 也歡迎來台中分享 那對於這個社群 為什麼想要了解呢 好好好 對對對 好 那我沒什麼可以講 因為就像你講 剛剛前一個講的講得太好了 壓力好大對不對 好 那就 TFC這社群就介紹到這裡囉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其實一個人辦社群很累 一個人一直辦兩三年的社群更累 真的 好 那我們下一個呢 是由 然後 Urban 來介紹 MozTW 那就是Mozia 台灣的community 那介紹Urban 一定要介紹他的綽號 他叫做摩滋戰神 就是 一個人 摩滋 摩滋community 他比較大一點 所以 但是他 Urban其實花了很多心力 然後在協調志工的一些工作 那我對於MozTW的三個tag 三個印象會是 他是多元化 但他跟剛剛的 Jason的台中社群 又有不一樣的差別 他除了軟體之外 他還有加上人文的事情 那Mozia有在關心一些人文的事情 那另外呢 他是新手村 我覺得 我自己也是參加MozTW 那我覺得 他是一個對新手比較友善的地方 不是他們不友善 而是技術我真的不懂 好 那在技術不懂的情況之下 Mozia因為 如果你有參加過初心者的課程 Bob有可能介紹過 Firefast這個軟體 他比較偏菜市場整集 大家都會用 那其實 新手容易跟上 然後容易了解 什麼是自由軟體 什麼是開源軟體 然後他 到底要怎麼貢獻 那另外 MozTW社群還有另外一個經驗 是空間經營 那我們就聽Erven的分享 還沒嗎 好 好 你有 你有 好 不好意思先幫我傳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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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過了超老台 來到現在來做 中箱服務 這兩張 這樣比較快 我發了去的兩張 其中一張是這個 是我們Telegram的那個連結 大家直接掃那個條碼 或直接到這個網址上面去 就會看我們全部社群有關的Telegram 那如果大家要辦社群的話 這是一個比較方便的方式 就是可以 因為像你去研討會 然後你就 兩天可能會碰見 五百個人吧 但是這五百個人在活動結束之後 就失去聯絡了 所以我覺得 我目前 覺得目前最快的方式 就是請他們直接 有興趣就加Telegram這樣 貼紙沒了 沒了就是限量的 那真的沒了 沒了是連工鳥都沒了 就是那一批是最後一批 就是那個LOGO的貼紙 誒誒誒誒誒誒誒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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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從十幾歲開始的 很多台灣的開源社群 就是我們社群已經十幾年了 那很多台灣的開源社群 我們在台灣開源這個東西 在台灣還沒有很流行的時候 就開始經營開源社群 就像剛剛新穎講的一樣 就是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是學生 然後支持Five Fox 就我們都大學生 然後覺得Five Fox很棒 就是比阿一好 然後又不用錢 然後很想讓所有的人都用到Five Fox 所以就一群大學生 一起翻譯Five Fox這個軟體 它當時是英文的軟體 然後把它翻譯成中文 然後翻譯完的軟體之後 還要怎麼樣才可以繼續推廣它呢 就是我們又做了 我們又做了一個網站 做了一個討論區 然後讓大家可以就是上網討論 那除了討論區以外 後面又做了一個網站 讓大家可以下載翻譯好的中文的Five Fox 這是在2002年的時候的事情 2002到2004 然後Five Fox是2002年是0.8測試版 然後2004年是1.0正式版 然後在2002年的時候 有個學長 有個台大的學長 就是老前輩架了一個討論區 是討論Mozilla跟Five Fox相關的事情 然後一路到了2004年1.0 終於正式要出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 就是要怎麼樣去推廣它 然後就辦了一個小小的研討會 小小小小的就是release party 釋出活動跟研討會在台大 然後那是一天的活動這樣子 然後2004年的時候 這個活動就正式 就是社群正式成立的時間這樣子 然後一路到現在 可能要關一關再把東西開一開 重開機之後會很麻煩 所以我在社群的經驗 經驗跟我們社群的最初最初的成立 大概是這樣來的 就是其實是從最早2002年到04年 大家要推廣Five Fox 然後一直到現在這樣 好 那我有兩個投影片 但這兩個投影片 都不是這兩天 都是之前就已經先做好的 所以我可能會跳過一些 跳過一些投影片 然後跟大家分享 就是比較符合今天相關議題的事情 好 那我先簡介 大家不知道Five Fox是什麼 可以舉手一下嗎 沒有用過的可以舉手一下嗎 有用過的可以舉手一下嗎 反過來問好了 好 大家都舉手 那現在還在用的可以繼續舉手一下嗎 哎呀 好多喔 這個場地 不是一般general user 的組成 好 那 我來自Mozilla社群 Mozilla社群 Mozilla社群是Five Fox的 的家 那Mozilla除了Five Fox也外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產品 這是大概 兩年前的Mozilla首頁的畫面 就是它有很多有的沒的產品 對 那 大家了解Mozilla最主要就是 它就是Five Fox的 開發商 然後Mozilla第二個有名的產品 可能是Sunderbird 那現在Sunderbird 是獨立於Mozilla之外的一個軟體了 它現在是另外一個基金 是一個獨立的組織在管理它 那Mozilla是非營利組織 它不是一間 它不是一間單純的軟體公司 像大家用Chrome可能就知道 Chrome就是Google出產的 用Opera可能知道 現在Opera是360在管的 現在是360出產的 但是Mozilla跟他們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是非營利組織 我們是一個Mozilla基金會 然後 就像我剛講的有很多很多的軟體 Mozilla的組織是這樣子的 上面是Mozilla基金會 下面有一間Mozilla公司 營利公司 然後這個Mozilla營利公司的總部 在加州 Mountain View Mozilla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公司 像台北大家往左看 在101的對面 不在101裡面 101的對面 是台北的分公司 那Mozilla在全世界有八個辦公室 應該是十個 我沒有去更新最新的數字 那除了台北以外 北京有一個 然後東京現在有幾個 有一個小小的辦公室 然後歐洲有好幾個 歐洲有德國啊 然後法國啊 然後英國啊都有辦公室 然後 東南亞的話 台北跟北京 然後美國有三四個辦公室 然後加拿大現在也有兩個辦公室 跟支持這個軟體 跟支持這個公司的志工 那我是其中之一 這樣子 那 就好像剛剛講一樣 Mozilla的志工 最早最早都是推廣Fivebus開始的 對 就在各地 然後 通常就是學生 然後覺得說Fivebus很好用 我想要推廣給別人 然後Fivebus沒有我們本地的語言怎麼辦 我們一起來翻譯 就通常社群都是這樣開始 那Fivebus現在有七十幾種語言 那每一個語言都是當地的志工翻譯的 所以只要有那個特定語言的Fivebus 它就是當地有志工這樣 好 那 對 這是我們台灣社群 台灣社群就是 像我剛剛講 02年 02年有一群人開始在翻譯Fivebus 然後加入了討論區 然後04年 辦了Fivebus 1.0的活動 然後一群人就是聚在一起 之後就正式的成立社群 然後如果你搜索Fivebus 就找這個網站 這網站是志工管理的網站 從那個時候開始都是志工管理的網站 然後它到現在 網站還在Github上 大家可以直接下載下來 直接去改它這樣子 直接幫我們修Bug 好 那 這個網站很有趣的一件事 它是Fivebus Mozilla最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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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網站的布景主題 的網站的Folk 所以我們大概是2004年的時候 把這個網站從MozillaFolk出來 然後就是把它 從Mozilla的網站Folk出來之後 去放了中文的內容 然後一路就是延續到現在 那Mozilla網站已經改版了不到十幾次了 我們還在就是最早的布景主題 所以它是數位點長 對 就是雖然十幾年來我們其實改了很多東西 像之前這個圓角 在2004年的時候 圓角是用圖片去蓋著假圓角 然後後來變成了 CSS的真圓角 蓋了很多東西 但是外觀大致上還是跟它長的一樣 跟2004年那時候的樣子一樣 好 那這個網站是自公維護的 它在Github上 那很多人 就是其實過程之中 有非常非常多人改過這個網站 來幫忙修過Bug 那我自己 我現在是女人迷的前章工程師 我所維護的 在學生 在工作之前 所維護的最長時間維護的網站就是這個 我基本上就是從做這個網站去學 怎麼寫網頁的 好 那我們社群有經營一個空間 叫摩子宮寮 在光華商場的正對面 原家屋的隔壁三樓 那這個空間是給社群志工 給社群志工使用的空間 然後給台北的開源文化 相關的活動 來免費使用的空間 那等一下我有另外一個簡報 來快速介紹這場地 好 那這也是我們社群的活動 欸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2004年的時候 我們就辦了這個活動 Fyfax 1.0的釋出的規劃活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還是去 我還是大一 然後主要我只有去參加 我沒有參加籌劃 那主要的籌劃是Bub 就是大家之前可能有見過的Bub 然後還有台大的老師 蘋果跟PiUp 當時的大學長 就是主要有籌劃的人 有幾個人 那2004年10月8號 看一下上面我們寫日期 欸對是11月19號記者會 11月21號是全天的研討會 跟晚上的Party 這基本上就是我們社群的第一個活動 認真講起來的話 2004 那那時候就是辦了這個活動 然後想說 就是Fyfax 1.0要釋出了 那我們要怎麼樣在台灣 然後跟他們離得很遠 然後但是還是可以 就是推廣這個東西 然後 對那時候就是 台大的那個蘋果老師 就跟爸爸講說 要不然我們來辦個記者會 然後辦個研討會 然後就這樣子就辦了 好 那 他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Mozilla的人在美國 那他 Mozilla那時候 2004年那時候很小 他 就是個小小的基金會 他開發的人只有幾十個人而已 那他也沒有什麼錢 因為他剛被 Nescav剛把Mozilla切割出去 然後Nescav剛被Aerol詬病 Mozilla也沒有什麼錢 但是他在世界各地就有 就有 志工願意自主性的去支持他 然後去幫他做這種行銷商的活動 幫他做翻譯跟行銷的事情 然後一路到現在 就是世界各地 還有很多志工 願意幫他做翻譯跟行銷 這是自由軟體界 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們覺得 東西好就想分享 這樣子 好 那 那時候我大一 然後我剛去 剛上交大 然後我去參加了一個社團 叫科幻科學社 跟這我沒什麼關係 但是重點是就是 各個社有個學長 就帶我去參加這個 1.0的活動 晚上的那個六點的Party 跑來台大的那個 呃 台大體育館二樓回藍咖啡 我第一次碰到 認識這些 就是 自由軟體的志工 對 然後後來 我說我們2002年就有一個討論區 現在討論區也還在 就是一直 低度維護中 後來 我去了那個活動之後 然後我們也想說 就是要怎麼樣幫忙 就是大家社群都在辦 大家都在就是幫忙做事情 那我們也能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想到了一個 我來蒐集 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辦了一個那個 記者會 在這兒1點半 辦了一個記者會 那我就想說 那我來幫忙蒐集一下 相關的中文新聞好了 所以 可以看 就是 現在到我們討論區 有一個新聞版 還可以發展到2004年 那時候的新聞 蒐集了很多很多的新聞 然後那時候是 瀏覽器戰爭 第二次的瀏覽器戰爭 第一次瀏覽器戰爭的最後 已經結束了 第一次瀏覽器戰爭 在98年的時候結束了 在02年的時候結束了 然後是第二次瀏覽器戰爭 剛開始的時候 所以總之我們有了一個討論區 然後 我就幫忙開始做一些 收集新聞的事情 然後爸爸就寄信給我說 欸有看到你在收集新聞 你要不要來幫忙 管一下這個版 然後 後來我們就開版 然後就 就是在做 這種新聞收集 然後後來 繼續的就參加了 1.5的活動 然後 5.5的活動 然後做了一些 幫忙排了一些版 做傳單 做宣傳 然後 翻譯了這個 翻譯了海報 這個海報一直到現在 2011 最新的版本 是2016年的版本 對 大家看到整個瀏覽器的發展 就是 Nescap Mozilla 然後一路到現在 然後 Apple在這邊 微軟在這邊 Opera在這邊 Opera在這邊 Opera的悲劇變360 然後 這個版本是 04的吧 微軟 Apple Google在這邊 然後Google很晚才出來 但是現在已經獨霸了 對啊 就是大家 不論是哪一個瀏覽器 最終都可以簽到 NCSMosec 在左上角 這個NCSMosec 它是 史丹佛 忘記是 MIT嗎 還是史丹佛 反正就是最早最早 幾乎每一個瀏覽器 最源頭都可以 追溯到它 然後 然後 Google也是從這邊分出來的 它也是從 從WebKey這邊切出來的 所以都是有關的 然後 然後 我們後來FiveFast 我去參加1的活動 1的1之後就開始幫忙 做一些網路的事情 做一些宣傳的事情 1.5 2 3的時候 我們就是有跑了很多學校去做 這樣子的分享的講座 3 然後現在FiveFast已經 60多了 3.0的時候也辦了一個很大的活動 在 內湖的華碩 不是內湖 在 往北 北投的華碩 對 華碩那時候在北投 對 然後 CostCover 第一屆的CostCover 在台大的時候 我們去參加了第一屆的擺攤 好 那 這是我自己參加社群的經驗 就是其實我最早就是在學校的時候 然後被學長帶去參加FiveFast的活動 然後認識他們 開始在網路上面 大家在網路上面聯繫 在幫忙 這樣 然後一路做了很多活動 就是做了很多網頁 然後幫忙規劃很多網頁 講了很多課 然後就一路到現在 然後 然後 後來Mozilla大概 2005 2006的時候 開始比較有那種全球性的活動 然後我們才有機會 就是 真的是出國 然後跟 就是國外的Mozilla的 員工跟志工們認識 這樣子 像這是日本的Gankanai 他現在在北京做創投 然後我們這是大概06的時候的活動 然後 社群有什麼好玩的 就是其實你可以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像我們有一次包了電影院的場地 然後翻譯了Mozilla的一個紀錄片 1998年到2002年 美國公共電視在 美國公共電視有個導演 他剛好在Mozilla的裡面拍了4年的紀錄 拍了4年的影片 然後最後2002年之後 釋出 就剪成一個90分鐘的紀錄片釋出 叫做Core Rush 大家也可以上YouTube找這個影片 他在講 他講矽谷的那個 就矽谷網路發展 然後一直到極深 然後最後泡沫化 然後最後Mozilla被Nestcap分割出來釋出 這件事情 這部紀錄片很好看 90分鐘 然後還蠻有趣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20年前的開源人是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社群還包了 電影院播這個紀錄片 自己翻譯 90分鐘的影片 你翻譯大概要900分鐘 我翻了十幾個小時 就是十幾個人一起翻 翻完了之後 還有一個人又修了十幾個小時 他字幕的壓縮大概十倍 然後我們最後就是辦了放映會 然後也做了 政策 就是跟政府政策相關的一些倡議 然後 我剛剛講的嘛 2006年之後 然後Mozilla開始有一些全球的一些智工的經營的活動 開始有一些全球的智工聯繫 然後 那時候就創了那個Mozilla Reps這個全球智工制度 智工登記的制度 然後一直到現在 所以我們現在上去 呃 Mozilla的網站可以看到就是 哎呀 哎呀我剛剛開的 瀏覽器也沒有了 所以 我剛剛原本把分業都開好了 但是因為重開機就都沒了 欸有欸有了他有回覆 然後就是我們現在可以上去Mozilla的網站看 全球 看一下全球的核心智工大概 有這麼多人這樣 這是目前還有登記在案 還有活躍的 比較核心的智工人數 比較核心的智工群240人左右 然後 這個是有登記 然後有每個月回報說 我這個月有做什麼事情 有講演講啊 有推廣 有辦活動啊 或有參加活動啊 的全球的智工分佈 那台灣有四個人 印度超多的 印度的 印度有一個很奇怪的蜂巢 很特殊的蜂巢 就是他們 他們的資訊相關的學生 每個人都要去參加國際的 就是 活動 或國際的軟體 國際的開源的運作 就是好像他們學校的一個 就是文化跟基本要求 所以印度超多人 那這是Mozilla的做法 好那 就接下來06年開始 Mozilla開始有些國際的活動 我們就參加了很多活動 我們就參加了很多活動 去了很多地方 開源社群 這是開源 國際的開源專案 帶給我的另外一個體驗 就是因為參加這個計畫 才有辦法到這麼多地方去 見到這麼多人 這樣子 認識這麼多的人 這樣子 好 那 這Bub跟我在 四年前 在倫敦的Mozilla年會 這照片 然後這是Mozilla基金會主席 Mitchell Baker 他今年年底會來台灣 今年年底有12月有一個FIREFARS路跑 是台北分公司主辦的活動 大家現在可以搜索FIREFARS RUN 你可以找到 那Mitchell Baker會來台灣跑 他是Mozilla從1998年Mozilla從Netscape 2002年Mozilla從Netscape 1998Mozilla從Netscape分離出去的時候 他就是主席 然後他那時候是Netscape裡面 一個法務部門的人 然後他的專長是開源相關的法務 的議題跟合約 然後Mitchell Baker現在 從那個時候一直搭Mozilla的主席 基金會的主席一直到現在 我先開一下FIREFARS路跑 就搜索FIREFARS RUN 2019 就會看到 台北分公司辦的一個大活動 年底的一個大活動 大家可以一起來跑 我記得是12月6號吧 然後早上5點 在大家和平公園 就花博園區 超級早 好 那我們社群 除了Mozilla除了這個活動以外 近期在台灣有兩個大活動 一個就是FIREFARS路跑 不知道為什麼開不起來 開得有點慢 沒關係 先開第二 第二個大活動是 下個月 大家可能知道10月26 10月底 就是台北同志遊行 台灣是亞洲第一個同合法化的國家 所以明年下個月的同志道行 會是一個很大的活動 那Mozilla有 我們社群有官方贊助他 然後有請了Mozilla在美國的一位跨性別的員工來台灣 然後10月底的時候我們會辦一些相關的活動 然後會一起去同志道行 然後現場會有攤位 這是我們社群的兩個大的活動 今年年底 10月26日 然後 他的網站還沒有 對總之就是我們社群會 所以在年底會有這兩個大活動 那除了這兩個大活動以外呢 我們社群還做什麼 平常還有什麼活動 我們平常禮拜五晚上都會在 摩之公寮聚會 摩之公寮就是我剛剛講的社群的場地 快速的跟大家介紹這個場地 那這個場地是六年前 Mozilla的一個計畫 想要在全世界各地設幾個 讓志工可以去聚會 然後可以去辦活動的據點 所以六年前我們在台北 台北就找了一個場地 然後就去就是申請了那個計畫 然後移入到現在 所以他剛好滿六年 對那 這場地的特色是 他是完全由志工維護 志工營運的 他從頭 他整個場地的運作 完全跟員工無關 就是跟台北的員工 完全沒有任何一點關聯 然後錢是直接從就是 美國進來我們這邊 然後租金直接從美國進來我們這邊 然後我們去租 然後我們去經營他這樣子 那完全是志工維護的一個場地 好 那 他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Mozilla覺得說 想要實驗 想要測試 看如果在世界各地 然後有一些地點可以讓志工可以聚會 可以有工作的地方 有聚集的地方 會不會讓當地的社群運作更好 然後有沒有機會讓這個場地成為 知道我們接觸其他開源社群 其他開放原始碼的計畫的一個據點 所以我們就成為了世界第一個 2014年6月的時候開幕 對然後一路到現在 2015年的時候搬家過一次 搬到了光河商場那邊 然後接下來就一路 從2015年到現在就都在那個地方 那 我們這個場地的 目前 三樓是摩子公寮 四樓是OCF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跟OCF一起 一起租這樣子 好 然後 16年的時候這個計畫 轉移到另外一個團 從Mozilla的一個團隊 轉移到另外一個團隊 然後17年又轉移到另外一個團隊 就是這樣轉來轉去 然後一路到現在 好 那我們這個場地 我剛剛講的 全部都是志工維護的 我們現在有 20個有鑰匙的人 20個裡面有 有15個有鑰匙的人 然後 還有5個已經結束 就是已經沒有再繼續參與的人 已經畢業的人 所以我們有20個keyholders 這20個人有同樣的權限 可以去開門 可以去裡面舉辦活動 可以去支持 其他的開源社群來舉辦活動 對 就是這樣子 然後 這場地的特色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 Mozilla直接贊助我們租金 然後我們就租下來 然後 整個場地的 整個場地的 規則 跟 像借用的規則 使用的規則 維護 然後 活動的安排 全部都是我們 社群志工在負責這樣 然後 我們就是以一個比較 相對開放的方式去運作它 所以如果你想要來 一起參與 我們的經營 就是也是可以的 直接到那個網站上面 下面就有就是規則 如何申請要事 然後你必須要 有什麼條件 然後你要 你有什麼義務 然後 要怎麼申請 其實都在上面 然後 也有 就是也有其他社群的人 有來申請到鑰匙 然後就一起 跟我們 Mozilla的人一起 維護這個場地 這樣子 像維基百科的 志工現在有 兩三位吧 主要是投入維基百科的 然後還有其他的 像 是台北開放原始碼社群 對 然後 就是這樣子 這是我們的 這個場地 摩子宮鳥 那 這是今年六月左右的統計 就是平均從2014年到現在 從這場地開幕到現在平均 五年的時間 喔 是 14嗎 對 2014到現在 所以是四年 滿四年 將近進入到第五年的時間 我們這麼多年來平均開放時間 是22天一個月 那 每天的 每天的晚上跟週末的白天 通常都會開放 就是一個月有八天是不開放的 平均 然後 近幾年來 就幾乎每天都有開放 對 然後 有這麼多的訪客 平均的成本是這樣子 這個數字比較有趣 平均每個人進來公寮 一個小時的成本是0.68塊美元 就是所有的人 乘以他們所待的時間 然後再除以整個總成本 然後有1200個活動 77個開源社群 有統計的 有紀錄的社群 有一些活動是沒有紀錄的 對 那37%是開發者相關的 然後我列了就是非常多的相關的 台北曾經有來用過場地的社群的屬性 名字 然後 去年 去年一年有350個活動 3500個訪客 有紀錄的數字 然後有780個是第一次來的人 所以其實這3500個人裡面大部分都是重複 來過第二次第三次以後的人 只有將近800個人是第一次來這個場地 對 然後 我們場地有開Facebook跟Full Square 然後就大家可以自由打卡這樣子 然後我們有世界各地的訪客 這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們 這個Mozilla Moz公寮這場地 在這邊4年的時間 然後有些國外的Mozilla的員工 或者是志工來到台北 他們就會 因為我們在這邊比較久了 然後大家都 他們就會知道說有這個場地 然後就會來參加 就會來參觀 所以我們有那種世界各地的訪客的照片 好 然後我們自己社群本身 目前是每個禮拜五晚上 在這邊 在光華商場那邊 Moz公寮 每個禮拜五晚上 然後全年無休 就除了很大很大的 節日像什麼過年 可能有一個禮拜沒有開以外 每個禮拜五晚上都會在 那時間大概是7點半到10點之間 有時候可能會晚一點開 就將近8點才開 然後有時候可能會開晚一點 像開到12點之類的 但是通常就是這樣 這個時間 然後我們是從公寮那個場地開幕之後 就固定在那邊 那我剛講我們那是06年開始的 然後其實 然後這個禮拜五晚上的聚會 其實這更早 他在09年就開始聚會了 09年那時候我們是在生態綠 生態綠還在那個大安區什麼街的時候 然後09年在生態綠 後來輾轉搬了好幾個店 就生態綠那個場地後來收了 他們搬家了後來收了 然後輾轉搬了三四個咖啡店 每個咖啡店都沒有門呆到倒掉 然後社群辦聚會有一個很困難的地方 因為我們是每個禮拜五晚上固定聚會 所以我沒有辦法要求大家 每個禮拜都預先報名 所以我不知道說 那一個禮拜會有多少人 但是聚會很重要的事情 是聚會一定要固定時間 然後固定次數 這是社群辦聚會的一個很重要的訣竅 你只要固定時間 像你每個月一次 兩週一次 每週一次 你只要固定時間 久了之後大家就知道 這個時間點就可以來這邊找到你們這群人 然後常常就會有一些新的人來參加 或是會有像是國外的人來 所以我們固定是禮拜五晚上 從09年到現在 將近十年的時間 然後如果沒有自己的場地的話 你就要去外面找場地 要不然就像這樣一個working space 借用別人認識的人的場地 要不然就是找咖啡店 那找咖啡店的話 你就要特別找那種就是 沒什麼生意 所以你可以去那裡面 然後很吵也不會吵到別人 然後 對 然後又不能找 又不能找要包場的 要包場的場地 因為就像我講 我每個禮拜有晚上聚會 我不可能每個禮拜都叫大家報名 所以我其實不知道人數會有多少人 有時候一個禮拜 有時候那個禮拜就只有三個人 那有時候那個禮拜有三十個人 那我也沒辦法跟咖啡店老闆講說 反正你留三十個人的位置給我 那時候人來了之後 如果人很少 我們再就是讓其他人進來 不可能 對阿 然後 因為每個禮拜有辦聚會 所以我也沒辦法 就是每個禮拜給固定的包場費用 就是 這群聚會就是大家來了 然後就 就聊天阿 對阿 所以 我們轉轉換了四五個咖啡店吧 你就是找那種沒什麼人 沒什麼生意的 然後就待到他倒掉 就換一間這樣子 好 就辦了 十年的時間 我大概是第三年 還第三年才開始參加的 因為之前都在台北 我之前都不在台北 這是我們社群 跟場地 那摩之公寮 如果你想要借用這個場地的話 你可以直接搜索摩之公寮 或是想要過來看看的話 你直接搜索摩之公寮 就會找到我們的網站 然後 右下角有近期活動 就是 只要上面有寫活動 或有寫開放 就可以進來 那如果上面沒有寫活動 也沒有寫開放 但是如果你有加我們Telegram Telegram上面也會公布說 目前場地是開的 像今天 原本沒有排活動 但是場地有開 就 Bubbage開了 然後所以 我們場地的規則是這樣 只要裡面有活動 或裡面有 Keyorder在裡面 你就可以進來使用 然後它有點像是 Coking Space一樣 就是有網路 有 有水 然後有電 然後大家就可以過來做做這樣子 然後 如果你想要借用那個場地辦活動的話 它最多大概可以做到30人吧 10人到30人左右 三五個人到30人左右 30人就會很擠這樣 想要借用這個場地的話 就到摩子宮寮的頁面的最下面 有個 借用場地 有 歡迎到摩子宮寮辦活動 然後下面有個借用場地的說明 那基本上我們的規則就是 只要是開放文化相關活動 自由軟體 自由內容 開放資料 開放政府 開放什麼什麼 只要跟開放有關的活動 我們就是免費提供場地 那如果跟開放無關的活動 你付費我們也不會提供場地 所以就是這樣 這是這個場地的規則 你也可以看就是PPM濃度 只要PPM濃度很高 就是裡面有人 場地有開放 現在410而已 表示裡面只有一個人 可能只有爸爸在那邊 有活動的時候通常會飆到 就是1000啊2000啊 然後你就知道那裡面有就是 三四十個geek然後大家 大家已經快要被悶死了 對啊會上到一兩千這樣子 對可以看PPM就可以知道有沒有開放 好 這是我們社群的場地 那我們社群就是這樣子 一個是 Mozziya社群推廣FiveBus 維護Mozziya這個網站 然後第二個就是 經營摩滋工鳥這個場地 然後 對 就是提供開放文化相關的活動來使用 然後我們每個禮拜五晚上聚會 然後禮拜五晚上 維基百科的志工也會在那邊 所以大家可以禮拜五晚上過來 做做這樣子 這是我們社群 就先這樣吧 謝謝 剛剛Evan講了蠻精彩的喔 那 一樣再次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我們的slido 你可以上去填一下 就是你有什麼問題 然後想問講者 在這地方 3702 輸下去 join 那 上面就有一些問題 那個講者啊 可以看一下 就是 有些問題你們要準備一下了 好 那 欸 網路有點慢 可能是我電腦剛剛打開 好 那 接下來我們會歡迎Sakana Mess 就是來介紹一下 OpenSusay社群 那我給他的三個tag是老牌 喔 他跟Mozziya台灣community一樣 是老牌community 他是Ninas的社群 而且是Ninas現在 還有定期活躍的社群 我加了一個定期 那因為他們還是有不定期的聚會 另外他是一個國際社群 他跟Mozziya一樣 他是一個國際社群 但是他比Mozziya多的是 他們還辦了conference 他們在台灣辦過了兩次的Asia conference 那我們就歡迎Max 好 謝謝各位 那個 那個 右下角有一個短連結 然後大家打這個短連結 可以看到我的slide 就是bit.ly 這個短連結還蠻有名的對不對 然後slash 然後我的ID是Sakana 然後今天的日期 2019 0922 所以各位會發現到我很懶 我其實今天沒有再弄不可來 因為我就跟Sini講說 我的slide就在雲端上面 然後我們攝影其實 其實台灣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其實台灣是一個 那個就開源的活動 是一個非常非常active active到神經病的一個地方 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說在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15年的時候 我有在芝加哥待半年 然後呢就是在那邊 在芝加哥如果你參與攝影活動的話 你一個禮拜他可以吃掉兩天的pizza餐 如果你吃pizza 你絕不會厭惡的話這樣子 對對 因為那時候 你就是會提供pizza 然後提供場地 然後做一些交流 然後在一些心痛公司去 大家會去認識 然後大家就開始耳語一下 最近有沒有什麼心痛要出來 A公司在挖B公司 B公司在挖C公司這樣子 可是你看喔 那這樣一個禮拜只有兩天 可是各位去想想看一件事 就是剛剛Ervin講說 我們幫大家review一下 請問一下那個Mojira TW在禮拜幾辦Me Up 不是才剛五分鐘之前的事情嗎 所以那個MojiraTW每個禮拜五固定 對不對 辦活動對吧 可是我告訴各位 其實如果你在台灣啊 你如果真的很認真的齁 很認真的去參加 OpenSource的這Compure活動 我告訴你 你如果有另外一半 有男女朋友的 有家人的 你每天都要去的話 我告訴你 你真的會搞到七里子散家破冷王 是不是 真的真的 你認真去想 我真的可以 因為台灣其實還有一個Google Calendar 叫做OpenSource的Google Calendar 如果你打開了Google Calendar 你認真去研究的話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從禮拜一到禮拜天 都有社群的活動 然後Story Era大部分都是六日 然後OpenSource也都是六日 這樣子OK 所以你會發現 以前我記得像 Google Users Group在禮拜三 然後某些 現在在禮拜五 然後以前那個HackingSource 等一下是禮拜四 對不對 然後禮拜二禮拜一 都有社群 所以你代表什麼 代表在台灣 你可以怎樣 你那個攝影活動 可以從禮拜一 然後就玩玩玩玩 玩到禮拜天 然後大家就不知道 你來做什麼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說 就是開運攝影經營的這一塊 其實我先講 我自己的定調 我覺得OpenSource的Community 對我來講就很像什麼 很像那種休閒習慣 為什麼很像休閒習慣呢 如果各位讓你想到 比如說日本人來台灣對不對 你覺得他們來台灣幹嘛 或是日本人休息的時候要幹嘛 你可能會 有可能會想到什麼的 或是老外來台灣 或是老外下班時候會做什麼的 你可能覺得 他們可能會喝兩杯 對不對 這是他們的那個 就是Day Off的Enjoy Time 所以對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社群隊來講 我覺得它是一個 對我來講它是一個habit 它是一個休閒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第一件事 我會先講一件事 就是說 Community跟Job 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它就是Community 沒有人可以逼你要做或不做 你哪一天都來說 欸Community我不玩了 Step Down 你發一封信 你說欸對不起我Step Down了 然後呢 不會有人指責你 然後大家會回去說 喔辛苦了 你維護得很好 就這樣 然後後面這Community 還是會亂下去 OK 所以我們來share一下 一些經驗 然後我是Story Area OpenSource 還有Gland的志工這樣子 OK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都會談一件事情 就是說 如果在使用Community的時候 那大家怎麼會認識你呢 各位知道有個東西叫全球大頭貼 OK嗎 這個如果你用Wordpress啊 Github啊 很多單位都有用這個對不對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有的時候呢 像之前 像剛剛那個 凱倫講得很好 有時候就去參加社群去幹嘛 但是刷個臉混個臉熟對不對 所以混個臉熟 好處就是什麼 你在Gamata這邊 你把它弄個大頭貼 然後大家就看 喔原來你是那個誰 尤其是Gamata 開源這個社群 就是很小 想到你完全不需要跟別人說 你會什麼或你不會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也不用太介紹沒關係 對 所以呢 好處就是 就是你可以四處玩 嗯 你要為了表示我跟 Firefox的友好 你看這邊有 有那個Firefox的 貓我在這裡 有沒有 對 所以討論對我來講 好玩的是說 你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去玩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所以2003的時候 其實我加入Star Area 一個Local的Community 所以它既然叫Star Area 代表什麼呢 只要跟Study有關的 我們都會接受 好 每個Community 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一些 趨勢或是有些動機 那對Star Area來講 或是說 大家如果要參加一些 就所謂開源的軟體呢 對一開始對各位 最明顯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所謂的Mr.Big 這些大人物就是盡在支持 你只要去參加那個 搞不好早期在咖啡店 你就附一杯咖啡對不對 然後現在呢 連咖啡型都不用附了 到開放空間 你帶個飲料來 對這些 我每次用這張的 我就很對不起他 這個在雕飲料 就是鳥哥 很多人在學Ninus 都會看鳥哥的私房菜 然後Naman 然後這是Leaman 如果你有參加一些機房建置的話 所以第一件事我覺得 加入Community的時候 我覺得最大的shock應該是說 這些所謂的大人物就是盡在支持 然後我有一次呢 就被逼迫 真的是被逼迫 被逼迫說 你應該代表GroundHR Team 你去選個Groundball好了 然後我就丟出去 好吧我可不可以選個Groundball 然後呢竟然有個人回我 那個人回我 就是最近在麻省理工學院跟Ground Foundation 辭職那個胖子 然後Richard Stormman說 你這個應該怎樣怎樣怎樣 你那個組織我去過 因為我之前在國網中英服務這樣子 你有沒有想過什麼時候 你竟然發個mail 然後呢會有Richard Stormman 雖然他很常跟人家吵架 會毀你 而且是毀你喔 然後欺欺大家 然後我就 哇 我收到Richard Stormman的回信了 雖然他是告訴我 Linux前面要加GNU這樣子有沒有 好 至少是Richard Stormman 發信給我啦 我就很high這樣子 原來是這樣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說 你感覺是在書本上 才可以看到人對不對 不然你也不會想到說 哪天那個林俊傑還是誰是誰 會坐在你旁邊嘛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還未來的一件事就是說 商業軟體 還有Open Source Free World 你真的在意嗎 對我 I don't care and I don't need to care 為什麼 因為對我來講 我覺得Open Source 對我來講最大的意義 其實並不在於收錢或不收錢 那個Free永遠不是免費的意思 而是自由 所以對我來講 我為什麼要去玩 所謂的community 所謂的開源的這些社群 因為我有選擇 就這樣 所以呢 我可以帶 雖然帶Linux的 Notebook比較少 我可以帶Linux的Notebook 我可以帶Mac出來 那都OK這樣子 OK 然後第二件事情 為什麼會在國際社群 所以問一下各位 我剛才看了一下 有些人用Mac 有些人類似用Windows的Notebook這樣子 請問你現在在使用的Mac 你現在在使用的Windows的Operation System 只有台灣可以用嗎 沒有啊 對吧 而且我跟各位講 各位 你們才是擁有那個 非常傳奇的 傳說中的 繁體中文的能力 你知道嗎 就我們到國外 我們到 尤其是我到印度的時候 我都被包起來就說 Hey you Could you do me a favor? Oh yes What can I have you? Could you write my name with your Chinese? Oh Chinese Good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Vijay Oh Vijay Good name Good name OK I write down your Chinese name Sit here 他叫做Vizay 我要寫他的中文字叫做威傑 很威傑 Oh cool What's this? How do you learn this mean? That means you are a hero And you are very strong and powerful Oh 然後他拿來直接 就跑掉了 然後接下來呢 我就發現 我被十幾個運動人包起來 Hey you Could you do me a favor? 所以 所以我就在外面 So Asia In 那個 In India 就是在那個 他們的Bengalore 然後 我固攤會 除了幫人家灌更浪山以外 我每天都在寫中文字 你知道嗎 然後 對啊 而且你在國外的時候 你常會被老外問一件事說 為什麼你的密碼 可以搞得這麼複雜 我們不是有Top 10 Secrets 對不對 比如說Let me in 123456 可是我跟你講 因為你們會注音 你們會倉解 你們會大一對不對 你會發現注音書法 真是一個超級宇宙無敵神奇的加密法 有沒有 沒錯吧 不然你也看過電影 也看過周潤發那個槍神的電影 對不對 他拿到歌詞對不對 這樣就變密碼 超強大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這些東西 既然不是你專有使用的時候 你發現世界各地的人都會使用 而且世界各地的人都會使用 而且世界各地的人使用 最難用的是哪一塊呢 我告訴你 最難的就是所謂的CJK地區 對不對 沒錯吧 日本語啊 中文啊 全世界只有兩種語 也是從右邊學到左邊的 就是阿拉伯文跟中文 寫真是你們這兩個地區搞什麼 對不對 就是大家都是用橫的很好 從上到下 很好嗎 你們都用到左 然後你們這個字又那麼複雜 所以你才有怎樣 我後面講 你才有出去分享 所以當你用蘇水的時候 你發現去日本 去認識日本蘇水的人 然後去印尼 對不對 你發現說 怎麼可以把這些人都聚在一塊 講到這個 我下下禮拜就要去印尼巴黎島 我們今年是辦在巴黎島這樣子 以 我們是去工作的好不好 我們去工作 我們去工作 我們去讓巴黎島的同胞們知道 OpenSuit也很好用這樣子 對 但是想到一件事情 幾年前跟現在 各位會感受到一個不同是什麼的 什麼樣的不同 就幾年前當你在使用軟體跟硬體的時候 它其實大家都會想到什麼 大家都會想到商業公司 但是我覺得一個比較大的不同點是說 在前幾年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叫OpenStack 雖然我個人覺得它沒有很好用 但OpenStack它開始搞了一個東西 就是搞一個Foundation 然後你發現 開始有一些大的軟體怎樣 不是一家商業公司就可以包起來了 然後有雲露這些東西 你就發現 好像現在慢慢有這些project怎樣 就不是商業公司一個人就可以撐的 就要很多商業公司 就像這些開發者 所以呢 我常常會借這張圖 就是說 如果你是搞資訊的 你要去做系統工程的 然後你可能去做這個Infrastructure 你可能考到什麼 你想要設備 你想要Windows Linux 可以用你Desktop 想要Linus Mac 還有Windows 虛擬的話想要OpenStack KVN Zen 容器可能像Ducker Mobi Pubman CNCN文在這裡 OpenShift OKD 還有Cubic 還有三個雲端 跟各位報告一下 綠色的部分 是Open Source 所以以前這個藍色跟綠色 不是那種藍色的綠色 你知道嗎 以前這個顏色的比例 其實並不會這麼高的 並不會這麼高的 所以你慢慢發現到什麼呢 慢慢發現說 這幾年 我只能說 開始大家怎樣 發現有些東西 不是一個單一的商業公司 它可以hold住的 他就發現很多東西 是要靠大家 多個軟體公司 或是多個developer 全世界開發者一起來做 好 我想辦法再修 想一下 我為什麼要參加社群 所以我先做結論 其實請用各位最舒服的方式來做參與 什麼意思呢 其實在參加基金會的時候 大概會有三種 哪三種人呢 第一種就是寫call的人 然後第二種是什麼 第二種就是幫他翻譯的人 第三種呢 比較屬於我現在的人 對不對 我呢就是四處辦活動的人 所以有三種的人 可能會變成foundation member 一個就是developer 第二個就是translator 第三個就是organizer 好 所以呢 你不一定要call寫很多 像我call寫很少 我是share square會寫 但是呢 你可以去寫call 你可以去翻譯 你可以去組織活動 參加活動 來參與 這樣子 好 所以呢 為什麼要給各位簡報呢 所以怎麼樣參加開研社群呢 我的寶藏都放在這裡 大家有空我要去加入這些link 你看有CNCF的台灣users Group OK OK Glubratis Azure OpenSource台灣 大家去加入 加入完之後呢 我會想一個 我會跟各位談一個東西 它是什麼東西呢 等價加換 我希望我的年紀 不要每次出現stile 這張stile的時候 我就會緊張一下 大家有聽過鋼肢煉金書式嗎 好 我太陽就跟我講說 你那個年代的卡通 你拿出來stile 到底有多少人知道這個 我覺得這是個tray off 我真的覺得是個tray off 什麼叫做一個tray off呢 我自己個人的想法是這樣子 全世界只有一個東西公平 就是時間 每個人每天都是86400秒 1440分鐘 24個小時 只有這件事是公平 其他 Not fair OK 所以呢 你把時間放在哪邊 你就交換到什麼東西回來 但是並不是說 我躺在沙發 去看那個日劇這樣子 我覺得那很好 那就是休息 所以每個東西都是有價值 只是說 你要再換到哪邊去 所以呢 如果你哪天想要去國外開會了 現在告訴各位 怎麼獲得贊助 第一件事情 嘗試去加入國內的社群 然後呢 有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請你要慢慢的養成 寫部落格的習慣 或是寫東西的想要去寫它一下 對不對 然後呢你看到 Facebook有什麼活動 你就幫忙按個讚 傳出去 因為你大頭貼又固定 對不對 你這大頭貼呢 就一直被眩了在上面 被眩了在上面 或是協助翻譯 對不對 然後其實 我不知道各位 知不知道有一個網站 叫openhatch 有聽過嗎 openhatch 它這個網站還蠻有趣的 它其實會告訴你說 哪些自由軟體專案在上面 然後如果你有什麼樣的技能 你可以參與哪些 openhatch的專案 然後呢 怎麼開始去參與 這個openhatch的專案 這是國外寫的 好 等它弄出來再說 好 回來 我參與了幾個社群 像格納跟openhatch 都有一個計畫叫做TSP 叫Travel Support Program 那Travel Support Program 就是呢 送你出去怎樣 參加會議 但是其實 沒有那麼看身分 那你想想看 這個我覺得 歐美可能不太一樣 假設你在台灣 然後找到一家公司 找到一個基金會 對不對 然後送你到巴厘島 送你到 剛剛他們從那個Sawarneki 希臘的 薩薩洛尼基 剛剛開完會這樣子 你去台灣 如果要送你到希臘 飛二十幾個小時 然後去希臘 吃那些烤肉 然後看一下衛城之類 你覺得你要付出什麼代價 你可能要品學券 你可能要寫個3000字的報告 然後你可能要 經由大概365種審核之類的 事實上呢 其實不用 這個TSP其實很簡單 它裡面只有一個要求 就是你回來的時候 寫一篇blog就這樣 就這樣 寫一篇blog 然後把這兩個 把這兩個 貼上去就可以了 其實OCF 有做類似這樣的東西 對 國外盤產計畫 對 我覺得真的很好 為什麼很好呢 等一下後面很快 就讓各位知道 各位就會知道 我們在亞洲 會議辦得非常大 因為老外在國外 弄會議都是要喝酒的 對 所以我們很精實 搞不好這樣上課下課 還會拿鈴鐺之後 各位同學趕快進教室了 沒有趕快 沒有 在國外很多研討會 都是外面在攤位喝酒聊天的 比裡面多了很多 好 所以葛浪 今年 今年 今年真的很有趣 今年葛浪 2019 也在峇里島 跟Open Susan只差一個禮拜 所以大家很多講解就很尷尬 對 就10月3號 10月5號的時候 的時候是那個 Open Susan 然後10月12號是 葛浪 對 然後Guardek 就是一個是亞洲的會 一個是歐洲的會 一個是歐洲的會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Google 上面有扣 那其實葛浪跟蘇舌 都拿到相關性的專案 然後Open蘇的會議 亞洲跟歐洲都有 我們H應該開了 這邊 那這個非營業的組織 然後它可以告訴你說 你要怎麼建立開源的技巧 然後你怎麼去找到 你如果會拍攝 你都會Java 你會什麼 然後呢 你怎麼要找到JRH做貢獻 這樣子 好 今年在峇里島 然後在那個 我也不太講什麼 在某個大學 峇里島 峇里島不錯 然後峇里島好處就是 那個飯店長得都很漂亮 OK 好 這邊你會看 如果你會Python 你會Java 你會C 然後它告訴你說哪些開源專案 可以使用 可以去貢獻 不能講使用 OK 好 回來 然後呢 建議各位 建議各位什麼呢 有個東西真的很好用 我真的覺得很好 叫IFTTT 大家有聽過嗎 它真的很好用 我知道Google有Google Alert 但是大家比較少用 因為它可以掰名的東西比較少 IFTTT就是If then that 這個 簡單講就是 比如說你可以去訂RSS 當某個RSS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去發Mail給你 然後我就會去Bundle很多東西 它其實可以幫助家電什麼東西 它康電超多的 那其實我大部分做的件事 就是 用很多開源的RSS 很多那種技術的RSS 它只要發新的部落格 然後呢 我就會怎樣 我就會收到 我就會去Sync起來這樣子 好 然後 然後 台灣之前也有Plan的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好像 那個網站後來就 好像就廢掉了 然後格納或是 OpenSoucer 它一樣有這種 把RSS這樣 Merge過來 然後變成一個網頁 所以你們會看到 這邊會有 Chinese 就會看到 會有一些 文章之類的 但你可以發英文 發全球的也都OK 好 回來 好 快結束了 所以 為什麼要參與社群 其實有時候回來 想一件事情 我們OpenSoucer Taiwan 其實我們現在 我們每個月都有辦活動 然後很巧的是 這個月 之前辦的不算了 我們那時候突然 突然想說 來個Challenge 來個挑戰 挑戰什麼呢 每個月辦Warshop 我就很瘋 從2016年的9月 講到現在 我們真的每個月有辦 Warshop 然後剛好今年滿三年 我們應該還會繼續往下走 這樣子 所以第一件事為什麼說 這樣看的時候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 你可以透過研討會 跟社群Warshop 動手實作 那為什麼我喜歡講這件事情呢 因為 很多研討會 你如果沒有Hands on 其實你聽演唱會 跟聽演唱會 其實差不多的 5G 對不對 IoT AIoT Edge運算 台灣有個現象很有趣 台灣有什麼現象很有趣呢 台灣都是什麼什麼元年 然後不會有第二年 對不對 跟你們印象 雲端元年 IoT元年 對不對 對 後面就死掉 不是死掉 你那個案子 你要再換個名稱 那事實上 你的Rone可能是一樣的 聽說今年的梗是AIoT 然後我聽到梗是明年 是5G跟Edge運算在增 不知道誰是那個梗 但是其實可能都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已經有跟你講5G 幫你講AIo的運算 可是你事實上沒有在猜 也沒有Hands on 然後你會發現 你真的 你真的 5G H運算 素不錯 哇酷 然後你就跟隔壁人講說 今天晚上要吃什麼 很少 好 很少 所以我想要這樣做 你可以去做一些 跟你的技能數 提升的 然後呢 前兩年不是講說 不是說 要有那種斜槓人聲對不對 延伸技能 斜槓人聲 好 其實有些線上可以練習的 最後的最後 其實我 剛好在牆壁上也有 我覺得挺不錯的 其實我真的覺得說 當之後啊 你要去interview 你要參與工作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說 我剛才講說 從OpenStack那個年代開始 你會發現OpenStack Docker Docker Kubernetes 現在很多開源的專頁都跟 實際上公司在運作的東西 有相關 對吧 所以其實很多 如果是Developer 他可能就會要求說 你可不可以讓我知道 你的GitHub的專業 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讓我看到什麼什麼的 對 所以呢 或是Linking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 建議各位真的要判定你自己 你現在的技能數有哪一些 然後呢 你為了什麼技巧 然後你Linking去更新一下 然後各位知不知道 其實GitHub啊 在你自己的帳號 自己的帳號裡面啊 你其實可以把它 弄一個HTML的方式 然後它可以變成一個網頁 對吧 可是真的 我跟各位建議 你真的要盤點 而且 在人生裡面 有很多所謂的證照跟技能 是你這個時候用不到 或是這個時候沒得換 好像換牌一樣 可是你三四年後 五六年後 突然因為這張證照 這個證書 你好像覺得 Nothing 突然可以換到另外一張卡片 這樣子 所以建議各位 你在GitHub的專案 就是你自己專案 你就可以去整理 比如說你自己的部落格啊 然後Linking啊 然後呢 你的一些相關性的一些 經歷 對 不然你每次 想到要寫那個104的時候 也是很痛苦對不對 以後就簡單啊 以後就是你就說 你要看我的經歷 請看我的GitHub 這樣就好了對不對 你就有個地方 而且還幫你分散管理對不對 好 那很快速的view一下 我們怎麼去進行攝影 所以我那時候 11年的時候 因為CostCup認識GitHub 所以呢 我就很帶種了 2011年的時候呢 就去飛到印度去 然後講 各位講 去國外參加 不需要是大牛 你就抱那種最基礎的 先來個五分鐘的Lighting Talk 有沒有 把所有的字都打到簡報上面 獲得旅費之後呢 因為只有五分鐘 你就念上面的簡報字 然後保持微笑跟揮手有沒有 你就可以出國啦 然後呢 撐過去就OK了 對不對 然後開始就 開始踩進去了之後呢 12年的時候呢 我就嘗試在香港辦 Ground Asia Conference 然後呢 去開始 五分鐘是一個第一步對不對 然後第二步就是做什麼事情呢 欸 講45分鐘 然後呢 13年的時候就去韓國 開 開拓土地 對不對 找韓國LG的人 就跟你講 你好 對不對 就只會這一句 好 繼續這樣 然後呢 去吃那個正宗的泡菜這樣子 所以這是在韓國 人不用多嘛 對不對 然後一樣在13年的時候呢 我就去參加一個 讓我覺得 我很夢寐以求的conference 就是 Open Souser的conference 它是辦在 希臘的薩薩洛尼基 然後跟這個 變色龍這樣一起拍照 然後呢 我拿什麼理由去呢 我拿台灣的 Osak 還有Easy Go 我去介紹 我們怎麼樣在學校裡面 推廣 Easy Go 推廣開研軟體 就這樣 你現在覺得說 這個不是很多學校 我們台灣很多學校都在做啦 對不對 可是你覺得的權重 未必是老外覺得權重 你真的可以去分享 因為台灣就是一個很奇怪的 就是因為 open source 太active你知道嗎 我們那時候其實 那時候有個廣播人 叫 EyTrack 然後呢 就是 蘇社有 他們EyTrack 我們就 聊這個 然後他們說 可是我們說 我們在真理大學 EyTrack有在做廣播的時候 發生一點困難 然後那個人就說 那你這樣到底桌面廣播幾台 我說也沒多少 就大概100多台而已啊 他就這樣 你拿來放什麼 放影片啊 不就是有一些多媒體嗎 然後老外的就跟你講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用 不就是 桌面廣播不就是做這件事情嗎 對不對 喔 所以他們才覺得說 原來還有這種教育情境 那你就可以再去騙 再去另外一個會議這樣 然後一樣 Guardek 所以我那時候剛好 串兩個歐洲會議 所以我那個月就在 我就在歐洲待了一個月這樣子 OK 來 跟著我講 格納全世界最大的歐洲會議 全部的人就在這裡 一兩百而已 你說啊 這樣這壞了 Costcard只要乘以5的 對不對 它乘以5才跟得上 有沒有 好 我是不好意思貼那個啤酒桶那個 對 然後北京 所以我們也在北京辦歐洲的HR OK 亞洲人就是比較精實一點 然後那個印尼 然後去日本 我先講一下就是 我說真的 不管是在地社群 在storyarea在open宿舍 或是在國外社群 國內比較明顯 國內在storyarea在open宿舍 其實我們辦活動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吃 今天早上Jason哥才跟我講說 欸 你們會不會來台中 我就這樣 不是 我有去過 那時候鼎王剛上來 所以我因為這樣 我們有去分享一次在台中 因為那時候在文新路 只有文新路有鼎王 我們就沖文新路 所以現在我們會特別沖過去的就是台南 因為我們要牛肉湯要那個你知道嗎 台南是個好地方 所以跟國外 其實我們現在跟國外 跟user group 最常做的就是 就是聚會之後吃 吃對我們家很重要 食物就可以驅動我們 然後這是在日的 然後我就會帶人家去吃頂泰豐跟那個什麼 富航豆漿 喔 原來這個這麼好吃 對 然後這是在日本 日本大概就是吃壽司這樣子 然後這是在重慶 這個很好玩 所以我又辦葛納 我又辦suster 對不對 可是我說真的辦 國進的老衛真的不難 你只要花時間 所以我就說I have a dream 去年我就說I have a dream 然後我覺得攝影最好玩的就是它不是工作 對 我覺得你可以用很輕鬆 很無厘頭的方式來做 所以這個是我在2018年的時候 完成人生的第一個成就 就是用日文講Lighting Talk 這不是用英文講的 我是用日文講的 這人真的 我們說所有參與國際研討會的第一步都是什麼 Lighting Talk啊 你只要準備好這些演講稿五分鐘 講不完就微笑就好了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我為了這個Lighting Talk 因為日本人嘛對不對 其實我本身會練日文 但是沒有在真的還講過 然後我還要去學那個 霧天科是怎麼合體這樣 然後真的很感謝Code Scarborough 因為去年那種美夢成真 我們最後把這三個演奏搞在一起 事實上我在日本還搞另外一張圖 其實我很想要搞一個五戰隊 就是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Fedola還有Ubuntu 真的戰隊搞五顆 就是那個騎扭特戰隊 把它弄起來 但是我覺得那個 哪天搞出來的時候我應該會死掉 我真的覺得我應該會死掉 所以最後最後的結論就是 我覺得對我來講 什麼是開源 什麼是經營 Fund and share We have lots of fun in community 對好 以上 謝謝 感謝Max的分享 那我們就來請江澤門 我準備了四張椅子 就是大家上來吧 然後我另外一支麥克風在那裡 Max幫我一下 就是我們先開放現場提問好不好 如果你有問題你可以舉手 我麥克風可以遞給你 那看看你有摸什麼想問講者的問題 我的這邊 現場有嗎 現在 好 那我 大家是有按讚的 大家有發現這個對不對 這個勾勾按下去是會動的 這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誰寫的啊 你們的色貓 那個不是我們色貓啦 那個只是我們找的一個背景而已 對 其實我們原本是有朋友要放貓上來 對大家知道嘛 對 心情不好或是怎樣 看貓就很爽了 對 或是吸一下它貓 對 對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放貓的原因是因為 原本它只是一個灰色的這種 背光 大家覺得說每次點進去就 晚上都很累了還要用 看活動的時候有好多 然後就覺得心情不好 然後就放一隻貓這樣子 所以大家點進去那個看板的時候 就會覺得哇 很有精神這樣子 對 那個只是為了這個用意而已 所以放了一隻貓 對 大概是這樣 沒有沒有 沒有 好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 大家都可以分享 你們在營運過程中 比較大的挑戰是什麼 現在有什麼心得 這個應該很會問問題 那你就拿著麥克風了嗎 好 其實 我覺得這個跟第二點有點雷同 我們最大的挑戰當然就是 因為我們不是非營利組織 那一方面 CN Chef 他的Core Conductor 比較 比較 不嫩悶的 我覺得這是跟他 他組織是會有很多sponsor 沒有錯 但是他在社群的經營之道 是不希望 呃 企業去侵入社群 所以我們 盡可能去堅持這一點 所以我們在經費上的獲取是 可能不像一些有些foundation 或是 對 就是 就是在經費的這個處理是 呃 比較大問題 而我講一下我們的自己經歷 我們第一次辦 剛才我提到嘛 我們是在17年的時候舉辦 那事實上其實我們社群 也是跟SDN一起的 就是同樣的co-organizer 那很早之前我們也是都是 在教大的時候 可以跟至少教大可以直接舉辦 這樣子 就是朋友他們在教大舉辦 那我可以過去這樣子 那但是到Corniv的時候 我們是在台北比較多 那第一次我們辦的時候 我們是跟台大社科院租 那租一個場地一整天下來 就兩萬塊 那兩萬塊我們經費是多少 然後我們今天是零 所以我們跟OCF這邊合作 那四個人 這個co-organizer是四個人 每人到五千塊 丟進去 然後就沒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意識到說 不能這樣子 因為租場地會是一個 很大的經費的開銷 那一方面我們沒有金錢來源 那最後我們是走過很多途徑 最少開始我們是盡可能去跟學校合作 就是說 我跟學校的學生洽談 然後跟學校的系上合作 那我們可以免費的場地 那一方面是吸引新人進來 從學校去下手 然後去推廣這些雲段技術 那到後來是跟一些 就是場地的一些朋友合作 比如說像天董的Corespace 這樣跟他們合作 那他們就會有一個社群的方案 比如說 你今天就是參加社群 以社群名義的話 那不是非靈體組織 你就可以就是每人付100塊就可以了 就我們不跟 其實我們社群不會跟 就是來聽的聽眾收錢 就你來 那我們可能參加活動會送一些T恤 或是一些貼紙 但是你參加就是付100塊的 這個場地費 就算是一個最低的門票 因為就是希望這樣子的行事 那事實上 我會覺得說 有一些這種機制的話 可能會有更多的人去參與 因為過去我們有一次 就是第二次辦的時候 80到90個人 但是事實上我們是免費 那免費大家可能報名了 那可能是我們T恤活動會先丟 那最後他其實不知道 結果根本沒來參加 你知道嗎 就是他點報名然後沒來參加 所以那時候就 然後又想說 沒有收費 那就考慮到這個金錢來源 對 那慢慢的是去 解決掉這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延續了問題啦 就像我剛才提到了 我們四個人 那有兩個已經出國 那一個很忙 那那時候其實政治局 其實我也因為 某個專案所以很忙 對 那就是大家在忙的時候 怎麼去維運一個社群 因為就像大家 剛才很多人分享說 社群如果你沒有持續經營的話 那他就會收掉 當然不會有人怪你 但是你會覺得很可惜 因為這是一個 可以交流的平台 可以讓大家去學習 所以那時候 這也是面臨到很大的問題 那最後是有度過啦 因為有找進了蠻多 有心的人 那很多人 對我們社群有一些這個 看法就覺得說 feedback 回來 那我們就去改善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在正義社群上 比較重 就是兩個原因 一個是經費的解決 那一個就是 你怎麼去延續 社群的經營這樣子 對啊 大概是這樣 我讓其他講者先講好了 講太多了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比較隨興 就是 第一件是 因為我們 Open Susan跟Staria都是 都是 就是像Jason 我們是不會給獎師費的 我們也沒有參加費 所以一開始我們會找學校 然後台灣其實也有一個現象 就是什麼呢 台灣學校是 這好像會錄音 感覺很可怕 我相信台灣一定有 某一個Telegram 或某個社群 然後這個社群 會幫你整理 串聯全台灣 所有的研討會 跟 會出差點的地方 因為我有一次啊 去參加 中研院一個生物的研討會 那個是超冷門的地方 在中研隔壁 然後還沒 還沒啟用的大樓 然後就會有 然後就會有 不是這個全職人去參研討會 然後呢 到中場學生講講說 現在要吃點心阿伯 對 我會再講這個呢 因為台灣的免費 有時候有典型 有時候會參加 我們這種免費 就是不會被騷擾 但是我跟各位講 就是會有那個報名率的問題 對不對 好 所以剛剛那個凱人講說 他們下禮拜六 有me-up對不對 幫大家review 好 我跟各位講 我下禮拜六 我也有me-up 是open-susers 但是我現在稿還沒寫 暫定是雲端平台入門 跟open-susers 可是我要講這個原因是什麼呢 我要講原因是說 我們發現很多 很多參與的這些會眾 他覺得免費 他就先登記 所以後來我們做了一件事 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就類似 有點像那種快閃活動 這樣子 像以我們社群 我們大概是禮拜一會發說 我們這禮拜六的活動 對 那有一個想法是什麼 有一個想法是辦活動 在starreal 是open-susers 台灣都有一個想法 他是nice to have 不是must to have 有就好 沒有就算了 不是一定要辦 不會guilty 他不是KPI 他不是工作 然後呢 在open-susers也好 在susers也好 我們就來的會眾 超過兩個 我們就達標了 因為我們最低幾乎是兩個 我們就 我們就 我們就沒有 沒有創到最低幾乎 我們就ok 對 然後我們來都是要吃飯 就是 所以 就是這樣問題 所以 我們比較沒有 我們最大挑戰大概是 一開始是活動編排 怎麼樣 我們要讓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講 早期我們會講容器 或是比較夯的題目 你就會發現 在大哥台北或是在CNCF 或是在day out台灣 一po就滿了 然後滿了之後只來六成 就想來的來不了 然後呢 先按了 結果他又不來 所以後來我們就用快省的方式 來做這件事情 好 那第二件事情 我們跟他們可能不一樣 我們是很理直氣壯的 跟SUSA 要一些T恤啊 然後貼紙啊 什麼東西啊 然後呢 早期呢 早期呢 微覽說 我們要贊助你 要贊助什麼 我們說 你可以贊助SBUS主機嗎 還是遊戲嗎 他說蛤 那我MVP很 覺得很bullshit 很不share的 你們要 我說他大歡迎啊 你們最好贊助我們20台SBUS主機 之類 後來他們那個時候好像是 什麼 他們後來沒有贊助 就是贊助那個GTA 賽車 對 然後 我就覺得 對啊 我覺得這跟選舉一樣 你可以贊助我資源 但是我要投下去的時候 是in my mind 有沒有 所以fine 為什麼 因為其實它是public 對 可是我覺得只要 只要你的經營的行為 跟它不是商業掛鉤 fine 因為它也是有一些technology的活動 所以第二個 我們很歡迎 我們很歡迎贊助 贊助都拿來變成我們的meet up的一些pizza 飲料啊 飲料啊 之類的 大概就這樣 我們 我們 我們很沒有節操啊 哈哈哈哈 就單純我們社群 前面兩個人都把第一題第二題混著講 所以接下來 Evan跟Jason也可以一起 好 錢的話 其實我們辦活動沒有花很多錢 對 那 第一個是Mazzella社群 從很早期 我們就決定說 就是辦活動都要收場地 都要收場地費 所以像我們那種fine fast party 就是有蛋糕有吃的 有點心什麼的 那種活動 通常會收一個人 150之類的吧 對 從04 05年那時候就有這個活動 就有這個習慣 那第二個是每週聚會的話 你在咖啡店 你就是來了之後 就點你自己的飲料 然後 現在目前在我們社群的場地 那 那個基本上就沒有什麼成本 你就是來就來 那但是之前如果是在咖啡店的話 就是每個人來 你就點餐點飲料 那 我也跟店的老闆講好 就是 反正我就是來了 每個人點 那 這就是我的場地費 我也沒有另外再給場地費 所以 所以我剛剛有說嘛 要找那個 生意不太好的咖啡店 他可以讓 他可以接受你這種行為 可以接受你這種條件 就是我就是來了 每個人都點 然後我可能會有30個人來 就會有30杯飲料的收入這樣子 但是我沒有辦法每個月 每週給你場地費 就是 就這樣談 那 辦其他活動的話 像Cost Club擺攤啊 然後或者是 其他的活動擺攤啊 那個成本其實都很低 就是 可能就印一批貼紙 印一批貼紙 做一點紀念品 一兩千塊的 那個我們通常會有 可能會有差不多一半的錢 會從 會跟Mozilla要 他有一些 有一些自助的方案 對 但是有時候會要 有時候不會要 如果我花多一點錢 我就會去申請一些 對那 有一部分也就是會有個人贊助 對 因為大家從學生 一路參加社群 到現在 都已經工作了 那有時候有些人 沒有時間來 參加活動了 他就想說 那我就捐個錢吧 對 所以我們公寮有個 我們公寮有個捐款箱 在那個門邊 然後大家走進去 自己投點零錢 然後那個錢就是 水電瓦斯跟 場地的清潔費啊 然後我們其他辦活動的時候 會用到那些錢 所以錢其實 以我們社群來講 我們是說 我們的想法是就是 反正就 用得省一點 然後大活動的時候 一定會收報名費 一定會收場地費 然後我們也會講得很清楚 就是這個錢 就是場地費用 我們也不會賺到錢 但是就是 你就是多倒貼補一點 那第二個困難的地方 我覺得我們社群 社群做久了 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你參加的人 會越來越老 然後活力就越來越低 像我們從02年04年 02年04年那個時候 是可以辦那種 就是五百人一千人的那種 大型的那個 就是四處活動啊 然後可以辦記者會啊 可以跑全台灣就是 一個月內 跑十幾個學校 去到處宣傳 去辦講座宣傳 但是 從04年到現在 都已經過了十幾年了 你社群裡面很多人都結婚 生小孩 玩了之後 就很久沒有出現了 然後 你會 你可能會想說 就是社群久了 就要招募新人啊 但是招募了這麼久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 我去外面演講 或者是去學校 跑學校 跑了 認識了一百個學生 可能最後只會剩下一個學生來 兩三次 所以 社群老化是自然的現象 我們觀察 Mozilla的全球 各個國家的社群 都是一樣的現象 大概十年 十年左右 最前五年的時間 通常都是最強的 最 動力最強的 然後再接下來就會 隨著大家開始工作 然後 開始就是 生小孩 之後社群的動力 就會越來越弱 這是自然的現象 然後 我們 觀察全球社群的招募現象 也是一樣 招募的比例大概是 你每接觸到十個人 裡面會有一個人 會跟你有聯繫 每接觸到 這跟你有聯繫的十個人裡面 會有一個人 後續會參加幾次長期的活動 然後 再接下來 會再十個人裡面 會再有一個人 會變成社群的長久 就是 可能很多年的參加 參加很多年的 就是非常核心的成員 他招募的比例都是 十分之一的 所以 社群老化是自然的 他可能是我們最大的困難 但是我們現在也有 就是非常自然的去接受他 第二個就是招募其實很困難 所有的比例都是十分之一 就是你去 如果今天去學校 講了一場演講 有六十個學生好了 裡面只會有六個人 對你講的東西有興趣 然後這六個人裡面 只會有0.6個人 是會 後續會跟你有聯繫的 對 這比例是很自然的 對啊 這是我們的困難吧 好 各位我們社群呢 大概就三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經費 第二個是場地 第三個是人數 那經費比較簡單 因為我們是不收費的 所以 他要不要來參加 他要不要來 或者是這些事情 或者是我活動辦的有沒有好 對我來說其實沒有責任 因為我沒有收錢 我就算辦不好砸鍋了 我也沒有對不起各位 但是還是有一個很 有趣的現象 我們第一次辦活動的時候 有一個人他來了 但是他沒有進到會場 他就走了 但是他留下兩千塊 意思就是說 要提供我們社群運作 但是我告訴他 我們社群不收費 所以你下次來的時候 我要把這兩千塊退給你 結果他再也沒出現過了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怎麼退給他 還好我知道他是誰 你可以叫他很順便 哈哈哈哈 這個有機會贏見贏見 那我們是不收費 所以說我們就是靠熱血再維護 一開始是本來另外同事一起在弄 後來他現在就像剛剛講到的 結婚之後有了小孩之後 就幾乎再也沒出來過了 不過我覺得這不是藉口 但是每個家庭不一樣 我自己也結婚了 也有小孩 但是我還是長生辦活動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也許是 還是不要造成家庭失和 在家裡要先管好再出來 不要為了參加社群活動搞得家庭失和 這樣是不划算的 所以說我們現在的沒有經費 所以就是靠大家的熱情 那熱情接下來就有這個場地的問題 還好就是認識很多朋友 他們都願意提供場地 像我們有這個 剛剛介紹過長地 我們有什麼資車會啊 什麼學校 他們願意無償提供場地 還有一些公司 他們願意無償提供場地 那有時候如果是 規模比較大的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現在固定比較長 跟一個叫monospace的地方 那他進去上收費 他每個人進去上收費100塊 可是他的場地就是維護得相當不錯 還有一些什麼 有茶可以喝 有咖啡可以喝 所以對他們來說呢 我就會跟來參加的人講 你繳這一百塊進來呢 不是繳給我 我沒有收 那是繳給場地 對他給你很好的場地 而且呢 你進來喝咖啡還不用錢 你可能喝三杯咖啡 你就回本了 你何樂不穩啊 那當然我是沒有看到 有人是喝到三杯以上的 那場地的問題解決呢 最後就是人數的問題 那因為我們還好就是 來參加的人都還算不少啦 那只是說 很多社群會遇到的 報名的 因為你常對限制 所以你無事人上限嘛 有些人沒來 那是不是就浪費掉了 所以我的報名頁呢 以前我剛開始會在上面寫 連續三 一次不參加就黑名單三次 所以出息率蠻高的 那後來呢 我決定更嚴格的實施 就是你只要有一次來 有一次報名你沒有來 你有沒有取消 你有沒有通知送 你沒有辦法來的 就設為永久黑名單 所以之後呢 出息率都在九十幾趴以上 所以這招蠻有效的 後來我們還曾經 考慮過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有些人會遲到嘛 那當然這沒有實施 因為懲罰遲到的人 好像有 沒到的人很合理的 但是如果懲罰遲到的人不合理 我們本來想跟那個場地方 想一個方法 正常來的人呢 入場費是一百塊 遲到的人呢 每半小時就是兩百塊起跳 那當然費用會納入他們場地費 就是我們在半年活動 最後沒有實施 因為這個自己也說不過去嘛 那我們的重點是說 第一個是希望大家 因為我們的講者也都是 靠熱情來分享 無常來分享 那有些是從外地來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參加的人 要尊重講者 因為他也花了他的時間 我們常常會說 時間是一個人最寶貴的 的東西 那你浪費一個人的時間 就等於是謀殺他的生命 那所以我們希望 讓參加的人 跟來講的人 都得到尊重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我們希望追求的 所以我們實施了這個黑命單機 這之後我覺得效果相當不錯 所以其他社群也許可以參考 不過那個比較free的社群 就不用了 你們 到目前還有一個唯一的困境呢 就是有時候要找講師 但是還好 還好朋友們呢 也都很多會願意熱情分享 所以他們都願意來 分享他們會的一些東西 那其實我已經做好最後一個備案 因為我剛剛提到 我早上提到我那個簡報裡面 一百多套開源軟體 如果沒有講師要來講的話 就一個月挑一套來講 至少可以講個幾年沒有問題 這是最後的方案 但是還好大家都很瘋長 這是以上的分享 好 那接下來有兩題 我把它bundle在一起 就是 我把它點上去好了這樣 好 跳上去了 好 想問平時在用微信 Telegram Twitter Facebook 這種SNS 或是IM的軟體 那你們呢 有什麼選擇 有什麼考量嗎 在社群的聯繫上呢 第一個考量就是 選最多人用的 所以我們就是用Facebook 台灣 台灣目前很多人 黏在Facebook上面 我們有兩種 Facebook是對外宣傳 那就是對一般大眾 對可能Firefox一般的使用者 他會來按我們讚 然後我們在上面 就可以宣傳一些事情 所以Facebook是對外宣傳 那對內的話 就是社群本身聯繫 最早最早 十年前是沒有link list 跟線上討論區 就剛秀的那個討論區 PHBB討論區 那後來 代人流行之後 就開了Line群組 但Line群組一開始 剛開始的時候 只限200人 所以我們就很快就爆滿了 對 那滿了之後 接下來就每個月要清人 超麻煩 每週都要清最沒有上線的 那個50人之類的 對然後後來Telegram開了 那全部的人就一起搬來Telegram 就是Telegram在台灣 在剛開始很早的時候 我們就全部搬去Telegram 對那Mozziya全球也很有趣 就是全球 原本大家也是 mailing list 跟IRC 對那IRC 大家可能有些人可能知道 就是它 它是一個很久很久很久 有到二三十年歷史 三十年以上歷史的 線上即時溝通的媒介 對那IRC最近也快不行了 也沒什麼人在用了 所以最近Mozziya正在討論說 要整個轉移去哪裡 要維持一個開放 大家都可以自由參與 然後又有各種 全線管理的功能的平台 所以最近正在 正在評估說要去Rocket Chat 還是要去 有七八個候選名單吧 我忘記了 對那那個是官方的頻道 對那目前正在選 可能下個月就會決定了 那非官方的頻道就是Telegram 我剛給大家那張Mozziya.org 寫線TG那個卡片上面 有一個Mozziya頻道 那是全球的頻道 那個頻道有九百個志工吧 就九百個全世界各地的Mozziya 這樣子 那那個是非官方頻道 那個其實是我們開的 我們開了之後 我們就把我們認識的 各國的人通通加一加 然後後來大家就越拉越多人 我們就變成一個非官方頻道 所以Rocket還沒什麼人在用 主要大家都是用那一個 那那個其實不是Mozziya在管的 是我們自公在管的 對啊 那就是人多的地方 整個社群裡面大部分人 都用什麼溝通管道 就用什麼溝通管道 以前大家都是用Line 然後後來大家都覺得Line很爛 有一個更好的出來 就全部一起轉過去 對啊 大概這樣吧 我覺得要有即時通訊的管道 就是在這個時代 有那個東西 比較容易凝聚社群的活力 就反正有看到什麼東西 就分享上去 然後有什麼議題 就上去上面聊 然後大家就一直聊一直聊 就會一直有keep connect 那樣子 然後Facebook就是對外宣傳 Facebook或者是 像是我們也有開Twitter 然後也有開Poolown 是類的 就對外宣傳 那就是對外宣傳 其實我們這邊其實跟前面幾位的講則是差不多 那我們是外遊的meeting out 那就像meeting out的部分 其實是比較偏國際的分享 或是舉辦活動參加報名的頁面 那meeting out其實最主要是希望 因為CNCF這邊Foundation它如果要認證的話 它是透過meeting out的方式 那它會幫你在他們的群組 或是他們的meeting out的group 去幫你share 所以CNCF的網站就會看到你有活動 那這樣就可以把我們的活動 比較偏向國際化 因為其實我們有發生過一些事情是 因為這個活動的關係 meeting out的關係 那有一個美國的講者 他叫Nick 那他是Amazon的工程師 然後他看到說我剛好來台灣玩 然後他就自己跟我們說 他想來參加分享一下一些container的技術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比較特殊一點 就是透過meeting out去推廣國際 那其實像我們有一些FB 那在這個 在加州MountainView工作 在OMF工作的這個朋友 那他也是透過remort的方式跟我們合作 對那 那這是meeting out的部分 那FB就是台灣可能在FB 早期比較多人用 所以大多數的活動推廣 會透過FB的這個group去推廣 那大部分的活動的資訊 也會以FB先發佈為主 那Twitter就比較少用 因為我們都是 Twitter就是我們各自這個co-organizer 去follow這個國外的講者 或是國外在做這一塊的人 那分享一些交流一些東西 那在im的選擇的話 其實像IRC 我聽過啦 但是我們是很少用 我可以說出大家的年紀嗎 沒有啦 我沒有很年輕啦 但是就相對比較年輕一點 所以IRC比較少人用 那過去我們有一些 比較老的這個 他算是Mentor啦 不是 他 不是 也不是 也沒有老多少 也沒有老多少啦 那Elementor 它其實 它是GoLand社群的 叫Ever 那他就 有說問我們 或是認識的這個 DevOps 叫動人 那他們有說可以用IRC 但是我們到學校去推廣的時候 學生對於IRC這個東西比較沒有那種接觸啦 也不會去用 用都是當下而已 那可能你隔兩三天 他就不知道不會去用這個東西 那時候討論說要不要用Line 但Line對於我們來講 是比較偏向在生活化的 就是比較偏向在個人的事情 所以我們把生活跟社群的事情 做一些切分 所以不會去用Line 來當這個工作 或是這個社群上的事情 所以我們最後選擇Telegram 像前面提到的 我們纖線服社群 它其實也用Slack 那為什麼不用Slack 原因是因為 我們的一些公司比較常 就幾個Cognizer的公司 比較常用Telegram 所以Telegram它其實有很多好處 比如說BUT 雖然這些其他IM也有支援 但我覺得Telegram它大概整合上 跟使用上我覺得蠻喜歡的 所以我們就全部用Telegram 就像前面講的提到 用IM的用意就是為了資訊的同步 就大家彼此知道什麼狀況 說事情在上面討論 就儘管現在在休息 儘管現在是處於這個 而且有事情的話 它也可以在上面看到這些訊息 你可以archiving起來 對 而為什麼這麼重要 是因為像我們社群有13個人 那快有5個是即將 就是出國了 或是即將出國了 那現在有3個人在當兵 對 所以那個當兵的就是有時候看到 上線看一下再回一下 對 因為Telegram也有支援手機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我目的 那我們社群自己有一個 額外的Telegram群組 它就是給社群的人使用 那上面就做討論 那這邊有提到說 怎麼去圍運這個在線的活躍度呢 然後說我們其實也不是 就是很隨便 沒有在圍運 就有人回東西 那就去回 沒人回就會Q Q 亂Q了 因為我們其實社群裡面 背景有很多 有人是寫IOS出來的 有人是本來做Data Process 那大多都是做網路 那都是在Infrastructure的部分 所以這些技術都要有人懂 我們都會Q 特定的Call organizer 就你去回一下 你不回我們先在裡面討論 然後再統整起來 回給對方 對 那 這是我們經營方式 那你說活不活躍呢 我是覺得不是很活躍 因為我們自己都是 Paragram比較多 應該說詢問的人 大家不會在那邊詢問 因為我們會比較希望他到 Meeting on 而來問我們問題 然後交流 因為你現場交流的 感覺比較不一樣 那有個白板 就可以開始畫一些東西了解 對 那這是我們的幾個 考量原因 跟這個 維護的方式 我們社群的話 不同功能 會用不同的工具 所以 Facebook 跟Twitter 就是像剛才傑辰講的 我們是來發佈活動 那老外其實很喜歡用Twitter 所以像我今天來這邊 我也有Twitter出去這樣 所以Facebook跟Twitter 是來發佈活動的 但是成員要聯絡感情 我們是透過Telegram 可是有時候你在Facebook貼東西 如果你只是貼Information 我們的想法是 他不會去感染人心 那什麼東西可以感染人心呢 就是圖片跟影片 所以我們每次在辦活動的時候 其實我們最近在辦活動 我們會用縮時攝影 或是有時候我們會拍照 所以這些圖片跟影片 我們是放在Freaker的Group 所以比如說我們在摩子公佬 要辦活動的時候 我們也會把它Copy一份 到摩子公佬的FollowGroup上面去 好 可是呢 比如說你今天辦了一個活動 然後有提到這些技術 可是它可能是第二階段的課程 所以我們相關性的slide 這些slide這些資訊 我們是放在Github上面 所以我們是有區分的 就是跟call有關 簡報有關放Github上面 然後圖片 影片就放Freaker 然後活動宣布就放在Facebook 然後要講早晚安 然後講說禮拜五快撐到了 我們就Telegram這樣子 然後我們志工也有一個Telegram 就說大家就聯絡說什麼東西 或是志工 因為志工是辦活動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個志工的群組 就是說這個要辦活動 大家覺得什麼時間 有不OK這樣子 對啊 大家誰可以到 誰不可以到 有到就有到 沒到就有到 我們當然是這樣子 然後微信的話是 北京的OpenSuster的Member 因為他們 你知道他們只能用微信嗎 對 所以我們跟他聯絡 就是用微信這樣子 對 我覺得我一定要補充一句話 就是在場都沒有人用IG 所以我們都是老人的 欸 欸 對對對 講到老人 講到老人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真的現在跟格浪那一群人 現在還有OpenSuster那一群人 我們還是透過Mail跟IRC在開會 所以他剛才講老人家的時候 我就一直擦汗 對 然後 然後 對 Slack Slack有用一點點 可是歐洲那邊還是以IRC跟Mail為主 那我也提醒一下 就剛剛講者有講到說 他有分享圖片或什麼 今天這場活動就是我早上一開始的 社群守則 就是活動守則跟大家講說 我們盡量活動是不拍照的 如果你拍了照片是要徵求別人同意 那工作人員會因為活動需求稍微 但是我們不會流出去 因為你如果把你的照片 直接貼到Facebook上面 或是貼到任何的平台上面 你不知道這個照片會如何去做使用 所以跟大家再次提醒一下說 如果你有拍照片 請你徵求對方的同意 對 請徵求對方同意 好 那下一題回來 下一題是如何參與國際社群活動 一個人回答好不好 有沒有人有什麼心得 剛剛Sakana講了很多 有沒有其他人的經驗 我講一下我們這邊的經驗 我們這邊其實是 CNN nó這邊大多數是可能自己參加 因為CNNN它其實會有一個定局的 舉辦的大型會議 全球大拜拜 就是它叫Carnetive Com Carnetive Com 或是這個叫Carnetive Com Carnetive Com 就是講Carnetive Com 或是Carnetive相關的這些議程 它會在中國 會在歐洲 也會在美國的NNA 就是北美的部分去舉辦 我們這邊其實都是 沒有以社群的名義去參加 但是個人去參加 把資訊帶回來 然後去分享給社群的朋友 像我去年就參加 Carnetive Com 去分享一些東西 會帶一些東西回來 給大家分享 另外我們怎麼參與 國際的社群活動 像我們 因為我剛才提到 我們有些朋友 他們可能到日本 然後到美國工作 或是到歐洲工作 我們自己會希望這些朋友 或是他們本來就自己自動自發 他們去跟當地的社群 聯繫 就像 日本那邊可能就會跟日本的 Rancher 這批 就是Japan那邊去聯繫 那也會跟Carnetive那邊聯繫 那 他會透過台灣的Carnetive 名義加他在公司的名義 去那邊分享 做交流 那在 當我們分享完的時候 看日本如果要來這邊玩的時候 他可以來我們社群分享 這是一個做法 那 那最近又有一個是跟 波斯頓那邊的Carnetive的 User Group 合作 就也是讓我們過去那邊 推廣一些 分享一些 TOPIC 然後再 就分享一些我們自己的社群 然後再把兩邊做合作這樣子 那 另外一個 國際的這個 國際的社群的活動 是做這個社群之間的remote 的分享 他可能就是透過 Videocode的方式 比如說我們去找一個FB 那找這個Google 或是找這個 幾個比較知名的工程師 那 透過這個遠端的方式 來跟我們介紹 他的一些經驗這樣子 那 這是我們盡情正在做的啦 那也是人在努力 因為你也知道那個 Videocode 或是走這種視訊 就是 網路是一個很吃重的問題 像上次我們那個跟 美國那邊在做遠端的時候 也是一個狀況一堆 但 因為我們就是 不收你 額外的費用嘛 就場地費 所以 我們還是 就大家還是蠻體諒我們的啦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就是一個方向 是我們在進行的 好 感謝凱倫 死掉好幾年了 其實不需要 依舊的資源 就可以把它重新建起來 各位有沒有什麼想法 如何 有沒有人想一起來幫忙的 禮拜二 有黑客松 就是 你就是那個人 就是 或是你就是可以來這邊找資源 那就一起可以把它 bue回來 也是可以 如果你覺得上面的資源很重要 有沒有人補充 對 我回饋一下 就是OpenSoucer的Plant Plant就是我剛才秀 就是他會把那個RSS集中起來 對不對 那他的做法跟格納爾不一樣 就是你的RSS 只要在GitHub上去Commit就可以了 我覺得他們的做法還不錯 對 就這樣 好 我們有聽到一些方法 就是如果你對 拯救這個網站 覺得有個使命 我們或許就可以把它帶到 禮拜二的黑客松了 我們來一起做 那 下一個是 是否統整台灣各社群活動 網站或行事立FV社群平台 有考慮這種想法嗎 這個 這個我分享 因為我也是一個Member 我們自己GitHub 我們應該說 我跟教導的朋友 他們有一個叫TGMeetingOut TGMeetingOut 打TGMeetingOut它為一個網頁 它的用意就是TG TG TG 對 那應該 應該 Member Member 就是它會有 它其實是 專門在統整台灣社群的 那 就 會 就是 你有不同社群 你可以丟到這邊 然後去發你的 它其實早期是放在GitHub 去使用 那 這個 對 它會有一個網站 那 這邊就是收集整個 這個 台灣社群的這個 活動啊 它什麼時候舉辦啊 然後 有什麼樣的資訊啊 它會放在這邊 那 當然這個其實是 各自在自己經營的啦 對 所以 就 現在的 Member 他其實或Maintainer 他也是 即將去日本 也是我們的社群的 Cognizer 那 就是 我們還在加強中 就是說 看有什麼 活動這樣子 對 那 上面 你到這個 上面有一個 slider吧 我也忘了 就是它上面會有很多社群的 議程跟活動 所以大家可以在上面看到 對啊 大家可以到這個GitHub去看 那 或是這個 都可以找到這樣子 對 那 它是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 像這邊這個 Table of Content 這邊就會有這個 各個社群 的資訊 那 如果 在座各位有些社群的話 也可以 分享上來 那也可以在上面去找到這樣子 對啊 有人要補充的嗎 對啊 還有一個更老的 其實我要講哪一個 開了 那個是更老的 那個是更老的 那個行事儀器在上面還有 有在更新活動 好的 我現在如果出到 有 對啊 這是庫學人那時候開 庫學人大概是02年開始 就 我按哪裡才有 就開始有search 這樣 這樣會進到我的 calendar 不好 有沒有 他可以直接看到 有一個網址 這個嗎 對啊 這應該可以看網址 喔 這是story area的 沒有 這個是 這個 不是這一個 不是這一個 是另外一個 是另外一個 是另外一個才對 然後我們收拾行事例子 我 連結 你從洞人這個進去吧 蛤 你從洞人這個進去吧 這請通知 這請通知 大家都是這個 大家都是這個行事列 編集社 這個 這個 所以其實禮拜晚上的 我們的聚會有在上面 就很 如果大家有社群 然後有要加的話 就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就幫忙加 對 對就是 然後另外其實 CostCup 曾經在 兩三年前也有編過 open source 社群目錄 那因為它是 開源出來的 所以其實 現在放在 HackMD上面 Ccom Folk 一份出去 那現在放在 HackMD上面 所以其實社群 一直都有在 編寫這個東西 但 就是要有人 力 維護這樣子 好 下一個 是活動的圖片 影像這些拍攝 需要請專門 專業的人 來做嗎 有錢的活動 其實 有錢的活動 其實你的手機就是 但是 一樣是回到 我剛剛講的問題 你有沒有尊重今天 這一場來的人 那他們願不願意被錄影 這是大家有時候都會 事先先問的 那 其實有些conference 他們後來 像CostCup 它剛開始呢 是社群愛拍照的 Sakana應該也有對不對 就是幫忙拍 就是社群幾個 自己平時 那個 防潮箱裡面 有一台相機 就拿出來拍一拍 就拍著拍著 越來越多 攝影同好 然後他們是 白天寫寫城市 假日接接婚色 這個時候 他就來幫忙拍 所以我們昨天在開 CostCup檢討會的時候 還講了一個笑話 就是 CostCup要辦在什麼時候 就要辦在那個 不宜假取日 因為這些 可以幫忙拍照的工程師 就可以來參加 就可以來拍照 對 但是其實大家都沒有要求 太高畫質的東西 剛剛其實 大家show以前的照片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 畫質不是很好 大家都是拿自己的手機 自己的小設備在拍 其實有時候我們去 外面演講 或是辦 workshop的時候 真的會有學生問說 請問可不可以錄影 或錄音 然後我就說 可以啊 你就錄啊 但是我還會再補一句說 反正大家其實不會看 其實是錄心安的這樣 是這樣的 因為真的 因為什麼 因為 其實各位知道一件事嗎 YouTube上面有很多技術 像麻省理工學院 或是有很多 像Spark 不是都很多 很多video嗎 很多銀桃之類上面都有對不對 對 其實到時候你在YouTube 你要看這些東西 其實你大部分都用跳轉大法 跳轉大法 對 就是你已經 我跟你講 那個都是你已經被老闆 逼到後面的時候 你才用跳轉大法 你說CostCover 因為你有好多演講 沒有辦法參與 然後你會 一個一個把它 從頭看到完 然後好像不會那麼多 對 所以我都會說 我樂意被錄音 就是如果你用得到的話 對 這是我個人 我會說 其實有些時候去參加 去參加一些課程 我都覺得那是錄心安的 你看我有錄音 我以後如果真的要用的時候 我有 然後突然想要這錄音 爬出來的時候 對不起 那個OpenSuite 可能其實用11 變成20 這樣 這一段 算了 三人他這什麼東西 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社群比較特殊 就是剛好這個參與的人 他對技術有興趣 他對攝影也有興趣 所以他都會買那個很貴 那個自己的小老婆這樣子 對 就 他們都喜歡拍照 所以 都會有固定的人拍 那我們就自己 他們就自己組成一個什麼攝影組 對 所以 有活動他就會拍 那但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 要求啦 就 就也不用特別請什麼專業的人 就自己人 拍一拍就好了 那就 就 我們 另外一個是 就是 有些議程他可能不會 有些內容他不希望人家去拍的話 那我們都會提前告知 我們先問一下講者 那 確保這些 內容是不能流出這樣子 當然像我們社群meeting 其實都不care 就 也不知道講了很多八卦了 對不對 就是一些案子跟技術上的這個卦 那比如說像 中華電信他們在做5G的架構啊 之類的 Anyway 就是這些 對 那就 這個是可能還是要 我覺得是不需要請到專業啦 因為你是meetingR也不是什麼 要辦什麼大活動這樣子 對 我覺得不需要專業但是需要記錄 就是你看 ERVN他是從2004年之類的 他挖了那麼多舊的記錄出來 其實是需要記錄 大家才知道社群走過哪些橋段 然後大家做過哪些事情 對 對 對不起 我最後回饋一個東西 其實我們 在Facebook上 我們不是會貼那個 那個縮時攝影嗎 我們之前有去稍微看過 就是 一開始我們發 因為我們會有所謂的演講 跟那種所謂的那種 release party 或是忘年會 我發覺啊 我們縮時攝影啊 如果是講師人任正面 講講講講講 因為縮時很快對不對 被點讚的速度 遠遠低於 就是 忘年會或release party pizza白出了 然後很快速被吃完 然後那個 那個大家就點得很快 很開心 所以我們自己是覺得那個 那個錄影好像還好啦 對 對 不負責任 不負責任 以上都是個人意見 那另外最後一個是 新人加入時 沒人禮 大家是否刻意處理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好耶 每個人 可不可以都分享一小段 我們不會耶 不是 我會這樣覺得 就是說 應該我們會以事同仁 我不會因為這個人 都常來me-up 我就對他特別好 我也不會因為他是新人 然後就是 新人 不會 可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其實 每個人個性不一樣 我是說我啦 對不對 那如果說 這其實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其實是大災物 這無解你知道嗎 就像你在管 就你在教育小孩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不是這樣一直這樣子 一直這樣拉他 就會上來對不對 一定有成績好 跟成績不好的嗎 那你說 你如果這樣拉他 你第二次再來說 對啦 對不起 我回饋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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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之前在那個 酷學人上當版主 我們會有實習版主 對 然後我們都會跟實習版主 先講一件事情 讓他習慣一下 習慣什麼 很多人都會來 那個討論版上問問題 然後實習版主有時候 看到問題的時候 他就會很緊張 然後這跟新人一樣嘛 對不對 對 所以有些人 有些人就上來說 救命啊各位大大 我的設備有問題了 趕快救救我 沒有啊 沒有了 然後呢 然後實際上 這個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 我們會跟他講這樣的故事 然後 就是 但是你如果就不理他 他就會再回聞說 這個討論版真沒有人請問 我再也不要問你那次了 我再也不要來自由軟體了 這樣子 然後沒有了 對 就是這樣就一個case就結案 可是同樣的狀況 他上來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就開個玩笑 但是肯德基很紅啊 我們就回答說 嗯 你的設備有救了 你只要買一桶肯德基就有救了 換到很快之後 欸 對不起請問各位大大 那個我的設備跟肯德基有什麼關係 我們就講說 你不貼log 不貼error message 我們怎麼知道你怎麼救你 對不對 我們用這個案例來跟他講 其實我覺得我們 倒是會跟他講說 什麼樣的會引起他們的興趣 對 可是問題是 這也要users要互動 但是我覺得沒有要 我自己個人 不會讓users覺得 交重或幹嘛 你了解我意思嗎 因為我還是那個想法 community就是一個興趣 對然就是一個休閒 對 你什麼時候離開 什麼時候加入 沒有人 不是有人拿刀逼著你 對不對 因為 如果哪天community的活動 可以列入108課綱 對不對 然後算到志工 或是什麼素養 我們那時候就有這個底氣 對不對 現在沒有啊 沒有就是 community你要來就來 大家要不要一起吃飯 我們也不會說 欸 欸 被發現我們就是去吃飯的社群 好 我們也不會說吃飯 因為你第一次加入你不能來 不會啊 對啊我們就說我們等一下去吃飯 或者是會稱為聽眾的話 那我們會 基本上我會 你有問題 就是 meeting要當天 問 跟人家交流 那如果你是要當 organizer的話 那這個情況下 我們會有一些條件 就你是新人的話 organizer 一定是要長期在社群上去圍御這個社群吧 那你不能說你新人加起來 然後就什麼都不做 那至少我覺得 至少要有些貢獻啊 那我們要求就是你可以 至少在meeting要出現 讓幾個原本已經在協助的人認識一下 你是誰 那因為你不知道是誰 你只能proposal出來的話 那我也不知道你是誰啊 我不知道我跟你相處了怎樣 那社群的東西 有時候還是要看 是不是一群人可以互相相處 然後有一些共識這樣子 就像我們那個社群 就是大家有個共識 就是寫出一個朋友告白嘛 那13個人一起來幫忙 那越來越多人在做這件事 那其實我們是有一些 我覺得我們算是 也是社群上認識 我們都是社群上認識的 但是 就有一些特質一樣 那也是在社群走久 彼此交流認識的 儘管可能個性不一樣 但是有些交流上 我們可能有一些 共通點就會有 那像我們新人進來的話 就是organizer就會 有人 一進來的時候 我們會問你說 你的想法 那你為什麼要進來這邊 那 那 你要怎麼做 對 那我們會有這樣的條件 那我會proposal出來 那再有group裡面的人去投票 那不會有說 你這個人說可以進來 就可以進來 不是這樣子 我們是 我們是一個家庭 我覺得是一個群眾 所以 大家必須要投票去決定說 這個人 怎樣 那如果不行的話 為什麼我們要這些 說不行的organizer 要提出原因 不能因為 你說不行就不行 這樣子 對 那另外一個是 我們新人有一個比較重點 是你進來的話 你希望有人理 那第一件事情 我覺得最簡單就是 你出來演講 我們不care你的難力度 我也是講的很簡單 但是 你願意站出來講 我覺得社群有個好處 是你願意站出來講 去面對群眾的話 我相信 百分之九成的人 應該不會去抨擊你 就是 你都敢站出來講 不然你抨擊我 那你出來分享 那我是這樣子的見解 所以 我們會去理會 那當然 問問題的時候 如果這個問題 經過一段時間 聽眾的話 一段時間沒有人回應的話 我們就會互相cue 比較 就是這個專長的人 就看你有沒有空可以回他 對 那 不是義務啦 但是就還是 希望可以 就是讓你去接觸 那當然有前提就是 你希望新人 因為新人你沒有人理 那一方面 有個原因是 你可能在社群上 也沒有太忽悅 我覺得這也是 一個問題 所以我沒有這樣的前提 對 Mozilla有兩種 一種是來幫FiveOS寫code 那種有一個制度 是新人 安報的制度 就是Mozilla的工程師 會故意留下一些 只要修改一行就修掉的bug 給新人來修 然後如果你想要幫FiveOS寫code 然後 就你可能上IRC 或者是用Telegram 問說你哪裡可以 FiveOS怎麼幫FiveOS寫bug 我就會告訴你說 這邊有一批 然後你可以自己挑 有興趣的 然後每一個bug 都有工程 都有某一個專責的工程師 會帶著你做 這是寫code 寫code的部分 新人如果要來幫FiveOS寫code的話 會有這種制度 另外的是聚會的話 聚會的話 其實你就來了現場 那聊天 自我介紹聊天 通常我覺得 周聚會 或者是台灣的那種社群聚會 或者是周聚會 樂聚的話 都是這樣 就是自己來參加 然後參與 那樣子我們就不會特別去 把你拉出來說 你今天第一次來 你一定要自我介紹一下 因為老實講 就是這個聚會辦了這麼久 然後很多人 就是可能一兩個月 所以一兩年才來一次 搞不好他其實來過好幾次 只是我不認識他 我也不認識 全部有參加過的人 這種樂句 我們不會把它拉出來 那過去 我們曾經有過一陣子 是做了非常完整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來加入 Mozilla當志工 你對什麼有興趣 你就可以按照這個教案 按照這個DIY的教程 你就一步一步做 你就可以認識Mozilla 並且做出你的第一個貢獻 過去我們曾經有兩三年的時間 做了十幾份這種教案 然後讓你對寫程式有興趣 你對設計有興趣 你對宣傳有興趣 你對翻譯有興趣 我都有一份文件給你 讓你照著文件做 大概三四年前吧 我們曾經做過十幾份文件 是這麼完整的文件 後來就隨著網路的洪荒消失了 就放在站上 站倒了就沒了這樣子 對 其實我們也曾經有做過這種事情 對 在Mozilla裡面 智工經營 一直有一個 這是智工經營的一個 一直持續有人在討論的議題 就是怎麼unboarding 然後怎麼讓智工可以 從新人然後成長到 就是完成第一次的貢獻 然後完成多次的貢獻 然後變成核心的智工 最後讓他可以去帶其他新人 對其實我們這麼多年來 一直有在討論這件事情 全球啊或者是本地啊 都有在討論這件事情 要設計一個制度 要設計一個流程 對 但是設計了之後 也不一定會有效 這是真的 我們社群比較簡單 想要加入就可以來 那但是呢 我有參加過其他社群 他們有些社群會做一件事情 每次活動一開始 每一個人要站起來自我介紹 所以你是新人 你大概就很容易知道 可是我的社群沒有 我們社群沒有這樣做 是因為呢 一定有些人就是不想自我介紹 所以我們就不要強迫 但是我們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每次在辦議程 因為我們大部分是技術議程 如果我是講者 或我不是講者 我都在旁邊觀察 例如說這個議題 或講到那個關鍵點的時候 這個看起來是新人的人 他們眼睛特別發光 他如果眼睛特別發光 就對他這個東西 可能有興趣 對這個東西有熟悉 有了解 然後呢 如果要問問題的時候 或者是閒聊的時候 就會Q他說 這個你是不是很熟 要不要分享一下 因為有些人他不願意自我介紹 但是講到技術 他就滔滔不絕 等他分享完之後 我們學到東西了 然後我們就趁機在丟個議題 說不然下一次換你來 TFC分享好了 然後又挖到一個講師 給他一個講師 就是裡面有些人 就是他本來不願意出來講 但是後來就是 就是Cue他上來之後 他覺得他越講越好 後來又有信心 所以也算是幫助他 一個很好的經驗 是這樣 那我另外分享一下 這四個社群 他們比較像是辦活動 那Mozia剛剛有另外一個tips 那另外像 像Julie V他辦黑客送 因為他辦黑客送 你要怎麼參與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其實就會寫一份 新人的文件 然後可以給新人加入的時候 知道說怎麼樣 他可以involve 來進行這個黑客送 另外他們現場也會有 穿著背心的志工 然後他們就是可以做新人的教學 對就是每個社群 其實有不一樣的東西 那大家對 至少大家對新人是非常友善 大家希望他留下來的 對 好 那現場還有沒有 就是我其實想 這邊應該是大家 不好意思舉手都在上面答 有沒有你想要直接舉手問的 現在都還有問題嗎 沒有了嗎 好 那我們今天的活動就到這邊 感謝獎者們 好 那大家有記得他們什麼時候辦活動嗎 就是要記得關注一下 廣告 廣告 廣告要廣告 快快快快 廣告一下 剛剛這兩個都下禮拜六有活動嗎 不好意思我下禮拜六也有活動 好那應該是這樣站啦 來 這樣 下禮拜五 這禮拜五 這禮拜五就有 這禮拜五有摩滋公僚 他有聚會 下禮拜五他也有 下禮拜五台北參加完之後 然後在台中台北嘛對不對 對就是那三個社群其實都是禮拜六的活動 對就是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如果你有關注這些議題 那不管是台北台中 其實就是有個社群固定的聚會 那你可以去認識人 然後你參與社群 你可以更了解一些 美感 甚至一些求職的門路 我說真的很重要 社群其實大家都看你的參與 然後會人拉人 然後介紹你好工作 那個工作如果有點怎麼樣 他也會告訴你說 你可以考慮看看 對 所以其實參與社群 認識人 然後分享技術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那我們今天就感謝他們 好那明天早上九點半 九點開始報導 九點半開始上課 我們應該會準時開課 那會有一樣是 軟體自由協會的理事 Franklin 然後他會來分享一下 Nescar 然後以及LeableOffice的應用 那他們如果你是初心者 不用擔心 只要你明天起的來 你可以來聽 因為有架好的給你用 然後LeableOffice就是 現場會教學怎麼架 然後會讓你 就是使用LeableOffice 那如果是開源人 我們就一起來架一下 Nescar 那我們明天早上 就會有這個介紹 好感謝大家今天參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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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